换血 血即是五体之根源 是实质存在的生灵之根基 也是连接器与体的关键 五道之躯 皮下胃肉 肉内蕴精 精环绕骨 极致五脏六腑 玉髓深处 唯有血 贯通全身 内置脏腑骨髓 外置皮肉筋膜 是为联络一切之根源 可以说脆体五道的修行 从膜皮炼肉 到洗髓之衣镜 修成五体 就是自外而内堆砌一个个灵箭 将其凝炼至圆满 最后再以换血这一步 彻底融会贯通 在换血之前 五者所凝炼的钢筋内息 皆是由五脏六腑 吞吐天地之力 继而汇聚起来 而在踏出换血这一步后 五血彻底贯通周身各处 将能从五体之中搬运气血 凝炼钢筋内息 也意味着内天地的彻底大成 至此 弹指之间 皆具备浩荡之威 以洗髓进占换血 实际上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为 哪怕是历代 以乾坤之道入洗水的那前九位乾坤宗师 在宗师之中号称无敌 也依然不是任何一位换血镜的对手 最多也不过是 能从换血镜的手底 全身而退靶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贯通一体的力量 并不能将五体之力 完整地发挥出来 正如普通人 一身筋肉之力 若能发挥出两三成 那都已经是相当的高手了 五者练招式技艺 则能发挥四五成 再到宗师层次 能发挥七八成 直至换血镜 那才是真正做到 能将肉体发挥到极致 将每一滴血的力量 都能用到极尽 而今 沉默来到这个世界一十五年 习武将近一十三年 历经磨皮 炼肉 易经 断骨 炼脏 壮腐 洗水凄净 终于来到了换血的门槛之前 并一跃而过 几乎就是在沉默的炉顶玄关 彻底贯通的那一刻 方圆十余里范围内的天地之力 皆开始剧烈动荡起来 并以沉默为中心 向着它浩浩荡荡地汹涌而来 哗啦 这一股股天地之力 宛若潮汐一般 自沉默的天灵贯通而下 沿着炉顶玄关 灌入体内 涌向它的四肢百骸 贯通所有的血管与经络 冲刷着周身的每一块皮肉 每一寸经络 乃至每一滴血液 这个过程 就没有那么的舒适了 几乎如同万针三次 遍及周身各处 深达肉体之内 这种感觉 甚至无法屏蔽 因为全身上下的所有感知 几乎都被汹涌的天地之力所唤醒 敏锐到了极点 令沉默 甚至都能清晰感受到 周身每一滴血液的存在 不过 这种痛苦 对于能够踏出换血这一步的人物来说 倒也并不算什么 这足以令普通人 一瞬间昏厥 甚至在昏厥和苏醒之间 生不如死无数次的折磨 对于五道意志凝练到极点 心如明镜止水的存在而言 却也能够坦然承受 只是此时的沉默 承受的不仅仅是 来自于血肉之躯的洗练之痛处 更有来自于心魂层面的熬练 在他玄关洞开的那一刻 他的心魂尽管仍存在于体内 但却不再受到肉体的庇护 而是完全暴露在了天地之间 与肉体一样 承受着天地之力的冲刷 此刻 若是从远处看向沉默 便能看到沉默整个人盘膝而坐 其周身上下的衣物 早已在汹涌的天地之力 轻压之下 分崩离析 化作尘埃崩散 只欲留下那副 焕发出炽烈无匹的血气 足以令万物灼烧 而在其头颅顶部 则是隐约有一点点光运发散 好似一轮明月映照 与那犹如烈阳一般灰红的肉体气血 交互辉映 这正是舞者冲击唤血的意象 烈日临身 浩月当头 心魂对于舞者而言 是一种极其虚无缥缈之物 在迈入幻血之前 舞者的心魂 说是藏匿在肉体深处 实际上不如说其 就是肉体的一部分 根本不可能剥离出来 心魂也随肉体归于寂免 只有到了幻血这一步 舞者的心魂 才第一次与肉体产生 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并呈现出其本质 也并非是许多智怪故事中 描绘宛如本体一样的小人 而正是这样一团 悬于炉顶上方的光运 宛若一轮角跃 沉默能感觉到 自己受到赤身果韵养 而极其浑厚的心魂之力 在这天地之力的冲刷 与洗练之下 正逐渐被夯实 渐渐地似要宁为实质一般 能够在天地之间真正显化 与此同时 他也能极其清晰地感受到 整个大宣世界之浩瀚 感受到这片天地的辽阔无垠 甚至有一种无拘束般的飘然 让他的心魂 似要升上天穷 与天地同归一处 俯瞰人世 在这一刻 他肉体上所承受的 那万真三次的剧痛 几乎如同在人世中沉沦的苦海 他来到这个世界最初那两年 所经历的一幕幕黑暗 那摸滚打爬于底层的场景 不断地在沉默的眼前浮现 甚至连他更深处的那些 都有些模糊的记忆 那上一世所经历的诸多磨难与痛苦 也在他的视线中浮现 逃离吧 庞弗有这么个声音在诱惑他 似乎只要他意念一动 就能彻底摆脱这一切的苦难 脱离苦海 得到超脱与大自在 再也不受人世间的痛楚 再也不必经历折磨与苦难 一边是遍布痛苦与荆棘的陈俗 一边是浩瀚无垠的天地 一切都显得精卫分明 这就是所谓的生死观吗 只是沉默面对这种诱惑 内心之中却毫无任何波澜起伏 他的心绪不曾有丝毫的迷惑 始终都保持着清明 对此仅仅只是在心底略微感叹一声 冲击换血这一步的确很难 五道意志必须真正凝练到极点 有了一往无前的意志 再不回首的绝念 更坚要有心若止水的清明 方才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坦然受之 此刻若是稍有动摇 想要摆脱痛苦 那就是真正的魂归于天 当场作画了 人生于天地 承载着来自天地的因果 想要登临天地之巅 追求超脱天地的道路 所承受的痛楚与苦难 皆使魔力 凡有任何逃避之心 则皆不能承到 毕竟他沉默声来警卫一凡人 而非天生圣灵 不经历一步步的蜕变 一个个台阶的登天上 如何有资格与天地齐平 心魂上的磨难 对沉默来说几乎如过眼云烟 而肉体上的磨难 就更不用说 唯有那些无体恋的不够强大 亦或者有什么破绽 暗伤所在的 才会在冲击换血之时发作出来 变成巨大的劫难 但沉默的乾坤无体 完美无瑕 承受天地之力的洗恋 几乎如同礁石一般 不可撼动 过了此关 就是换血了 沉默一时间 只觉得心潮澎湃 历经13年苦恋 他总算要越过 那一片厚重的云海 抵达翠体舞蹈的顶点 回忆体 皆承受洗恋的同时 回忆过去种种 只觉弹指一挥间 而差不多 就是在沉默月初那一步 冲击换血镜之际 在他闭关的海底 阎枯远处 漆黑的海沟之中 一道气息收敛 宛如玩石般的身影 陡然睁开了双眸 正是宣帝姬勇照 他视线投向 沉默闭关之所在 一双眼眸中 闪烁起一抹深邃之光 天人境界的感知 一瞬间张开 令他的目光 几乎穿透了重重岩层 看到了沉默闭关的 炎窟中的景象 烈日铃声 浩月当头 姬勇照微吸了口气 一时间眸光灼灼 到底是上天 为他准备的 一具完美舞体 根基之魂后 的确是近乎不可思议 寻常洗髓镜的舞者 冲击唤血 往往只有在最后 将要功成圆满之计 方才能显现出 烈日铃声 浩月当头的意象 而沉默却一步跨出 便已显现出这一景象 正如他之前预料的一样 沉默冲击唤血镜 恐怕根本是毫无瓶颈可言 那一层门槛 对他来说 就犹如一层薄弱的窗户纸 一戳急迫 毫无阻碍 事不宜迟 沉默的根基太过于浑厚 连星魂 似也很是壮大 若是放任沉默 承受天地之力地 冲刷了洗练 再有一小段时候 或许他都无法 窃夺沉默的舞体了 姬勇照整个人 拔身而起 向着沉默所在的颜枯 踏步而去 十余里的距离对他而言 顷刻剑便已抵达 来到了那封闭的 海底颜枯之外 紧接着 他没有丝毫地迟疑 也没有破开颜枯石壁 而是在岩石之上 盘膝一座 煞时间 体内气血沸腾汹涌 乾坤五体的根源之力 被他大量地抽掉 整个人的脸色 都是迅速变得苍白 这股凝炼至极的滚滚气血 最终在躯体的最深处 宛如一团沸腾的烈日 包裹着一轮皎洁的弯怨 嗡 星魂离开躯体的第一时间 一股来自天地之间的 莫大压迫 就轰然降临下来 纵然是天人高手 实际上亦做不到 让星魂完全脱离肉体 做到神游天地 这种事情 他们的意念 能与天地交融 做到天人合一 但那个前提 是以肉体为基础 正如五者不入换血 则不可能修成 一经第三步一样 星魂一旦真正脱离肉体 就是无根浮平 此刻的基永照 也是一样 若是他的星魂 就这样一直脱离蛆 游离于天地之间 那么不需要一时三刻 就会彻底灰飞烟灭 消弭于天地 归入祭面 纵然 他提掉了绝大部分的气血 作为支撑和平衣 在天地间 也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 但这就够了 他也并非是要做什么 神游天地的事情 他只是要让星魂 强行挣脱肉体 摆脱束缚 来到天地之间 然后便可顺应天地之势 此时此刻 冲击换血 引天地之力灌体 方圆十余里那的天地之力 都在以他为中心 好似漩涡一般 受到牵引 滚滚来 基永照那离体 而出的星魂 在彻底摆脱肉体 来到天地之间的那一刻 便被这股天地之力 裹挟席卷 向着位于中心的沉默 直奔而去 都不需要他再刻意控制 嗯 正在承受天地喜恋的沉默 在基永照本体 来到他闭关的海底烟窟之外 便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异常 只是他也并未太过在意 因为他此刻 虽在承受天地的冲刷和洗练 但他的根基太浑厚了 哪怕是如今 这种状态 也并非没有出手之力 唯独 就是这位不速之客 契机十分陌生 并不是玄机阁主等熟悉的人物 而没等他私存此人是谁 就感知到 对方似弄出了什么巨大的动静 在天地之间 引发一片剧烈波动 玄机他的视线就看到 从四面八方 汹涌而来的天地之力中 有一团赤裂的火光 被裹挟着向他直冲而来 这团火光 完全顺应天地之势 形成道观之势 就要从他的炉顶灌入体内 魂 到了这一刻 沉默也清晰地感知到了 那团火光的来源 那赫然是一团 被澎湃气血所裹挟而来的魂力 与他此时承受天地洗练的心魂 还是同一本质 尽管不清楚对方要做什么 但此时此刻 沉默野狄 却是无法中断换血镜的冲击 一旦强行中断 那必然玄关和心魂受损 在这沙纳之间 那团被赤裂气血所裹挟的心魂 从上空倒挂而下 就这么轰然撞在了沉默的心魂之上 轰隆 这是心魂之间的碰撞 在炎枯之中展现出的景象 是几乎无声无息 仅仅只是迸发出了些许微小的火花 但在一时的层面上 却好似一片惊雷 炸开了昏暗的天地 沉默那原本位于炉顶玄关 承受天地洗练的心魂 受此冲击之后 稍微向着躯窍内下沉了一寸 悬于头顶的那轮脚跃 沉入了体内半截 而另一边 那团由赤裂血气裹挟的魂光 则是在这一撞之下 向后横飞了三尺 裹挟的血气 近乎一下子崩散 内部的那团 犹如脚跃般的心魂 也是骤然变得暗淡一截 沉默隐约见旁扶听到了一声痛楚的呼声 这呼声之中 更夹杂着几分震惊 是不可能 没等沉默 做出更多反应 但见那团赤裂血气裹挟的魂光 再一次骤然大胜 顺应天地之势 浩荡而来 又一次向着沉默的玄关撞击而至 似乎想要强行撞碎沉默的心魂 并从他的玄关闯入他的体内 哼 沉默见状 心中生起一丝冷恋 此时他虽然仍未弄清楚具体情况 但有一点 他却大致确定了 这是一种袭击心魂的手段 是想要趁着他冲击唤血之际 泯灭他的心魂 至于之后 要么就是要利用他的肉体 来炼制什么天师之流 要么就是如他所想的那样 是想要强行窃夺他的身躯 无非就是这些邪道手段了 旁门左道 此时此刻面对危机 沉默却是怡然不惧 一直丝毫不曾动摇 整个人皆微然不动 正在承受天地之力洗练的躯体内部 一股澎湃的气血炸开 汹涌而上 若是没有赤身果凝练心魂 是才那一下碰撞 倒是极有可能令他的心魂遭受重创 之后 即使仍有反抗之力 但情况也绝对不会多好 可现在却是不同 他经历凝练的心魂之力 哪怕尚未经历完整的天地洗练 强度也近乎不逊于真正的天人高手 并且对方的心魂是破体而出 乃是无根扶平 而他的心魂 虽完全暴露在天地之间 没有退避之路可言 但他却有肉体 可以作为平衣 他的乾坤无体根基 何等的魂厚强盛 哪怕是在如今 承受天地之力洗练的情况下 仍然能强提一股血气 逆冲玄关 加持在心魂之上 旺盛的气血 环绕心魂之月 将其浸染成了一团赤红 最终与那袭来的魂月 再次相撞 哄 心魂之间的碰撞眉 有任何技巧可言 就是实打实的彼此硬汗 这一次的撞击 令沉默的意识 都短暂的一昏 但虚愈之间 就再次恢复过来 而在另外一边 那与他撞击的魂光 其裹挟的赤裂血气 在这一撞之下 几乎彻底溃散 甚至连同其内部 那魂光的本体 那一轮脚跃 也是出现了四五道裂痕 啊 碎裂的脚跃中 发出一声充斥痛楚的大叫 终于是再也不敢 和沉默继续硬汗 但见暗淡的月光环绕 将几乎崩散的 一缕缕残存血气 强行收束 包裹住魂体 摇摇晃晃的 就往炎窟之外逃窜去 想走 沉默那一缕 灰溜溜的月光 试图逃窜 眼眸中寒芒一闪 对方的心魂强度 绝对不逊于他 这是一位毫无疑问的 天人层次的高手 倘若对方 不是想要窃夺他的身躯 而是在他冲击换血之际 对他全力出手 那极有可能迫使他 强行阻断换血的过程 纵然能将其击退 事后也必将遭到反噬 受创不会轻 可对方选择以心魂之力 与他强硬碰撞 那无疑是选错了方向 即使在心魂之力上 两人之间几乎没有太多差距 可对方乃是离体而出的 无根扶平 而他尽管心魂 完全暴露在天地之间 可本质上 仍然与自己的屈窍相连 就像一人 踩在虚不受力的水面 而另一人 则踩在坚硬的礁石之上 两人哪怕力量相当 彼此之间一记硬汗 所产生的效果 也是截然不同的 他这里虽也受到一些冲击 但对方更为严重 已受到了心魂之上 虽不知此人究竟是谁 但当此之时 沉默自然是不可能 让对方轻易逃脱 正好他仍有几分余力 自是趁他病 咬他命 就在下一刻 沉默那盘膝 而坐的身躯 骤然睁开了双目 强撑着天地贯体的状态 承受着来自天地之间 无穷无尽的冲击和压迫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向前一指点出 指尖之上 八色光辉轮转 幻化出乾坤八相之光 乾坤一指 嗡 一道灰红的指径 从沉默的指尖 轰然迸发出去 这一指的威力 不及沉默全胜状态的一半 至多仅有三成 但在此时此刻 却已是足够 那从指尖贯通出去的 灰红威能 一击将身后的海底岩层 轰然击穿 机勇罩那破裂的心魂 被沉默的指径贯穿 但因为是纯粹的心魂之想 却并未受到太大的损伤 仅仅只是依托的那些血气 彻底分崩离析 哦 即便如此 机勇罩的心魂中 仍然是发出一丝交迫的声音 沉默这一指攻击的 根本不是他的心魂 而是那位于海底岩枯之外 被他临时舍弃的躯翘 那是他戎魂密法 失败之后的唯一退路 扑斥 但见那股灰红指径 一指击穿了海底岩层之后 也是将机勇 罩落在岩枯之外的 那具身躯的头颅 直接轰得崩碎炸脸 变成了一具无头是手 倘若机勇罩的心魂 回到躯翘之中 哪怕他受到重创 也许都无法再展现天人之力 但凭借那具 已迈入幻血境的乾坤无体 他面对沉默仍有抵抗之力 至少也能摆脱当前的险境 从海底逃脱回去 再另谋他算 可沉默这一指 却破灭了他的妄想 彻底断绝了他的退路 该死 机勇罩心中有些无法置信 沉默连幻血境的蜕变 都尚未完成 更别说迈入天人合一之境 心魂之力 怎么会凝炼到那种程度 比起如今的他 几乎都不遑多让了 甚至于沉默在承受天地灌体的同时 肉体竟还有爆发乾坤意志的余力 能隔空一招 轰碎后世的海底严枯 彻底毁掉了他的躯体 他的躯体 虽是幻血境的乾坤无体 但心魂离体的情况下 躯翘就如同木 根本不会主动抵御 单凭皮肉筋骨本身的防御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沉默的乾坤意志 怎会如此 明明天命在他 这方天地都在助他 沉默所练就的 该正是为他所准备的裁队 为何局势会在陡然之间急转直下 基勇照一颗星在不断地下沉 沉入一片无底的深渊 倘若此时他仍有身躯的话 那么一定是有一滴冷汗 从他的额头溢出 并一路流淌下去 大意了 不 并不是大意了 而是他这一生 走到这里都太顺利了 甚至都不曾遇到过 真正像样的对手 整个天下都彷復是他掌中 随意摆弄的棋盘 所有人皆是他的棋子 这种顺利会让人自信 让人失去应有的警觉 认为这片天地 就是为他而生 这方世界 就是为他而定 以至于他都并未做更多的准备 便施展了秘法 星魂离铁 越是禁忌的术法 则风险越大 这种能窃夺他人之躯 能夺占他人必生苦修之成果 甚至占夺他人寿元的手段 可谓是逆天般的禁忌 但风险也正来自于此 一旦失去肉体作为平衣 绒魂之法又未能成功 那么星魂在天地间 就是一缕暗淡的烛火 仿若溺水的人 随时都会泯灭于天地 仅存的星魂 漂浮在海底烟窟中 因使天人合一的境界 更练就了乾坤之道 此时的基勇照星魂 仍然与天地交融 只是因为 没有了躯窍作为平衣 这种交融 时刻都在损耗他的星魂 都在压榨他的星魂之力 将直至他的星魂之火 完全湮灭 短暂的恍惚中 基勇照那有些逐渐不清的意识 忽得再一次恢复了清明 喃喃自语一生 原来是这样 他也炼成乾坤八相 也是曾窥视过天地 最本质的玄妙的 更知晓天地间无数的隐秘 正是因为如此 他将整个天地 都视为掌中之物 看待一切如同无物 但实际上 他仍然是这片天地中的一员 从未曾超脱过天地 是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 那就必然会遭到天地的反噬 正如他无比顺利的一生 不曾遭遇过什么像样的劫难 因此 所有的一切都聚集在了此刻 此时此刻 就是他这一世最大的劫难 沉默的存在 就是他真正的劫 若是能渡过去 那自此就是海阔天空 未来也必将真正超脱于这方天地 能一窥传说中的神境 若渡不过去 那便身死盗销 黄粮一梦 可他太过于自信 再加上寻觅到沉默的过程 更是无比的顺利 彭腹连天地都在助他一臂之力 令他丝毫不曾察觉到 这次天地与他并不是助力 而是相劫 人生在天地间 无人能躲避应有的结束 纵然他机缘巧合 没有与沉默在此刻撞上 等到沉默未来问鼎换血之境 闭腻天下之时 与他这位当今的至尊 至高无上的宣帝 也必将有一场碰撞 无可避免 而与此相反的是 沉默一路修行至今 历经无数磨难坎坷 他每一步接走的一场小心 仅剩万分 甚至是此时此刻 在这海底严枯闭关 冲击换血之境 也仍然保留了余力 以应对万变 基勇照将视线投向沉默 都能感知到对方的视线 沉默爆发出那意志之力后 也已是再无余力 只盘膝而坐 冷冷地看着他 这是我的结束 而我事先却并无察觉 我也是你的结束 而你却早有预备 此时陷入绝境 濒临死亡的边缘 基勇照心底终于有所彻悟 这声音也在沉默的耳畔响起 不过沉默却只是冷冷地回应道 什么结束 虽不知道你是何方妖道 但想要对沉默下手 自是该做好生死与灭的准备 看来你还没有明白 基勇照此时反倒是笑了 尽管他那一轮有着裂痕的心魂之月 在犹如潮汐般汹涌的天地之力下 好似随时将要暗灭的烛火 但他却彷復不再顾忌这些 当今之事的脆体五道病不够完整 唯有修炼乾坤一脉 才具有唯一超脱这方天地 一窥神境的可能 而冥冥之中 天地自有命数流转 修炼乾坤之道者 在同一时期 仅有一人能够登灵换血之境 我之所以会在这段时日中苏醒 也是天地在冥冥之中的引导 基勇照凝视着沉默 我是你的杰硕 你也是我的杰硕 我们之间注定只有一人 有资格一窥天地之外的风景 本以为我已失去了机会 但你尚未领悟到这一点 反倒是我领先了一步 说到这里 但见基勇照那一轮暗淡的破裂月轮 呼得再一次旺盛起来 本来是一团暗淡朴素的月光 这一次却是直接升起了烈焰 燃烧了起来 化作一轮熊熊烈日 燃魂大法 这是天然高手拼命的最终手段 心魂灼烧之痛苦 远胜于肉体灼烧之痛的百倍 但此时此刻 基勇照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内心中却犹如一汪平静的水潭 那团赤裂的映日 就这么向着沉默直扑而去 他是沉默的结束 沉默也是他的结束 他是因此事天命而生 沉默也是因此事天命而生 两人之间注定只能存在一人 既然如此 那其余的一切都已无意义 不需要再去思考 也不需要再去争辩 生于死皆可置之度外 活下来的那一个 就能超脱于这方天地 哗啦 由于是纯粹燃烧的心魂之力 并顺应天地之势而来 直扑沉默的心魂 而此时此刻的沉默 也是一如之前 无法做出抵抗 也无法中断天地贯体 的过程 面对扑来的基勇照的心魂 唯有继续以自身的魂力硬汗上去 只是这一次 两人心魂之间的碰撞 却与之前的截然不同了 之前的碰撞 两人的心魂 是仿若两块后世的尖兵 彼此强硬碰撞 比拼谁更坚韧 可这一次 基勇照燃烧心魂 步上来的心魂之力 已化为了燃烧的魂火 两人心魂的碰撞没 有任何强烈的震动 而是基勇照的心魂 沿着那条中央的裂痕 当场炸碎 彻底地分崩离析 但是基勇照那崩裂的心魂 却并未泯灭消失 而是每一片 都化作一团魂火 与沉默的心魂 强行混合在了一起 并将沉默的心魂 也随之引燃 燃起一团汹汹心火 滋滋 心魂燃烧的痛楚 胜过肉体承受的 天地灌体百倍 纵然是以沉默的心魂之力 以他的五道意志 那心弱止水的境界 在这种剧烈的燃烧之下 也是所有的念头 都变得混杂一团 升起遍及泯灭消失 而与此同时 一幅幅画面 更是在沉默的眼前呈现 他看到了一个 生于墙堡中的婴儿 从一旦生下来 就生在金碧堂皇的宫殿之中 被无数人贵服 他看到了一个少年 身披淡金色的蟒服 在宫廷深处席练武道技艺 他看到 这少年一席素衣 只身行走于江湖 以某个名姓闯荡世间 在偌大的中周 年轻一代中 闯出了赫赫声名 成为当代年轻舞者之魁首 他看到了 那少年长成壮年 直至步入中年 踏足换许之境 身披金色龙袍 屹立于辉煌高耸的电雨之中 端坐于黄座之上 受百官顶礼膜拜 宣帝 姬永赵 陈木那因为浑火的燃烧 而不断升起的 一个个混杂的念头中 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 断断续续的念头 也终于彻底知晓了 袭击他的人是谁 在那断断续续的画面中 他不仅知晓了对方是谁 也更知晓了 对方的真正目的 而此时此刻 相较于陈木那 分杂涌现的念头 姬永赵那已完全破碎的心魂 那已完全缠绕着 陈木的心魂并燃烧的一切 再也不存在任何复杂的念头 仅仅只守住一个唯一 姬永赵 他是大轩锦太帝 姬永赵 不论这最终一搏的结局如何 只要最后苏醒的那个一时 是姬永赵 是大轩的锦太帝 君临天下 俯瞰世间 那就是他胜了 历劫 命数 幻写境 就是超脱天地之前的最后一步 抵达这一步 自会遭到天地的敌视 因而需要历经劫难 破生死之关 我根基太过于魂厚 幻写境本身的瓶颈与我而言 算不上结束 因此才会有姬永赵寻置此地 这才是应有的劫难 度过劫难 方才能得圆满 陈木的念头 在魂火的燃烧中断断续续 但仍然是 维持着本我的一时 从不断涌现出的姬永赵的记忆中 他知晓了诸多的天地隐秘 也明误了许多变化 而在看清这一切后 陈木的念头变得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知晓 姬永赵的目的 注定不可能达成 最终的圣者 注定会是他 倘若 他真的是生于这方天地 经历这方天地的天命加深 而修炼至如今的境界 那么这场劫难的最终胜负 就难以预料了 谁也不知 最终会是何人走到最后 可他身上 不属于这方天地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首先 他就不是诞生自这方天地的生灵 他修行的 虽然是翠体舞蹈 但能走到如今的境界 承载更多的 也不是天地的命数和恩惠 而更多的是 来自于不可言说的系统面板 这也同样不属于这方天地 更坚他能有如今的新魂境界 一样不是来自于这方天地的力量 这是来自于寻目的赠语 是牵扯了寻目的因果 寻目的层次 毫无疑问 也是凌驾于天地之上 姬永赵固然也有一些 不属于这方天地的手段 但他生于此方天地 长于此方天地 在不曾真正迈入神境 超脱天地之前 就意味着命数始终受到 这方天地的束缚 很遗憾 你还是想错了一点 我从来都不是天命加身之人 我所承受这片天地的因果 很小很小 一路修行至此 更经历过无数的磨难 所以这是你的结束 并不是我的 这只是我所需要度过的一个磨难 由此圆满 魂火仍然还在燃烧 但沉默的念头 却逐渐地稳固了下来 赤裂的魂火 无法再燃烧他的心魂 渐渐地被剥离了出去 只留下那一抹赤裂的魂光 刷洗练之下 夜夜生辉 哗啦啦 昏尘苦涩的海水道观 涌入沉默闭闭关所在的地底烟窟 将这里很快彻底淹没 化作一处海底水窟 将沉默的身躯 以及烟窟中的赤龙之湿 连同那一池赤龙之血 悉数淹没 但这样的淹没 并未影响到烟窟中的情况分毫 沉默的身躯 依旧盘息而坐 落在龙穴池的旁边 龙穴池在海水中 仍然呈现出沸腾的景象 并不容于海水 甚至与海水接触 还会时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 令海水挣腾 整个海底 渐渐化作了一片沉浸 弥漫的妖气 混杂在天地之力的冲刷与洗练中 渐渐地褪去 而沉默整个人 则始终盘坐于龙穴池畔 一动不动 他的头顶上方 那赤裂燃烧的星魂之火 此时正渐渐地消散 显现出一轮皎洁的月轮 只是这月轮相较于之前 明显小了许多 但其核心之处 却多了一点 若有若无的淡金色的明光 这一点明光 犹如烛火摇曳 但任凭天地之力的冲刷洗练 却巨都是毫无动摇 犹如烈火炼旧的真经 星魂的燃烧 副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哪怕天人高手 不到真正万不得已的绝境 也绝对不会施展这样的手段 一旦动用 则难以逆转 轻则境界跌落 无法再维持天人合一 重则一时崩散 陷入半风半醒的状态 似沉默这般 尚未踏入天人层次的星魂 遭受一位天人高手的星魂 缠绕燃烧 隐燃自身 几乎是该毫无逆转可能 当场就会星魂击灭 但 恰好沉默的星魂之力 堪比天人 能够承受魂火的断烧 解他正在承受 天地之力的洗练与冲刷 只要一点灵光不灭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慢慢地复苏 而沉默如今的近况 远没有那么的恶劣 他的星魂之力燃灭了不少 但也在姬勇赵的绝死一搏之下 更清晰地审视了自身 更明确了 己身与本我 更兼姬勇赵所修炼的 也是乾坤之道 他燃烧魂火所带来的 正是对于沉默的一次 最未契合的星魂魔力 由此 历经魂火断烧之后 沉默的星魂中 终于炼就出一点不灭灵光 星魂与肉体相比 是极其脆弱的 当时能够疗愈星魂的手段 极少极少 能疗愈星魂的天地灵雾 也是极其罕见 这也是为何 当初秦梦君充饥换血 遭到暗算 星魂受创之后 便被无数世人所遗憾 认为他也就到此为止了 能够最终疗愈旧伤 弥补星魂之损 对秦梦君来说 依靠的 也不仅仅是自身的天资和努力 同时也有几分机缘和命数 而如今的沉默 在宁炼出一点不灭灵光之后 来自天外之事 融合此事之身 无可替代 独一而无二 只要这一点灵光不灭 纵然星魂受损 受到再大的创伤 陷入毫无意识的一片死寂 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疗愈 星魂损伤对他来说 将不再是不可逆转 也正是在这一点 不灭灵光彻底凝炼之后 沉默星魂之上燃烧的魂火 便尽数烟消云散 与之一同消散的 还有宣帝姬永照的一切 那一缕缕魂火 彭腹还残留着 姬永照的不甘 摇曳着试图进行 最后的反扑 但却再也无法 撼动沉默的星魂分毫 最终彻底的泯灭 无复存在 至此 这位在世两百余年 统御天下百五十载的 大宣帝王 就此灰飞烟灭 天人高手的 寂灭非同小可 放在正常情况下 一味天人的陨落 足以令方圆千里的 天地滚滚而动 显化异象 万物生灵 皆为之哀悼 但在此时此刻 不知是尝试吞噬沉默心魂 与沉默融合的缘故 亦或者是其他某些缘由 整个天地间 却是一片沉寂 波澜不起 连半点异象都不曾显现 倘若沉默此时的意识 完全清醒 那很快就能明白 尽管姬永照乃是天人高手 甚至有可能是 当时真正的罪将之人 但他早在修炼 戎魂夺峭的写法 窃夺他人身躯受术之时 就已经不再被天地所认同 或者说从那一刻开始 在天地的认知中 姬永照 便已死了 事实上 对于整个大宣而言 姬永照也早该死去 早在他修炼戎魂夺峭的邪术 窃夺他人的身躯 与寿源的那一刻 就该生死魂灭了 这不是应当出现在 大宣世界的手段 而与此同一时间 在物广人筹 武学鼎盛的中周 在那大宣99周的中心 皇朝之所在 韩王与梁王 仍在商议应对沉默之策 晋王 楚王等人物 仍在考虑 如何能够利用 沉默来登上大魏 司礼间掌印魏和 仍守着太和殿 面容平静地侍候着 替姬永照遮掩着一切 等待姬永照回归 将这乱象分成的天下 再次平定 没人知晓姬永照的死 这位是大宣99周 如掌中玩物的君王 在死去之时 也是死得翘无声息 没有引起半点波澜和涟漪 整个大宣一如 这许多年来的变化 按照其既定的方向 继续向前 直至大约四个多月后 才终于有人察觉到了 宣帝姬永照 竟已不在太和殿中的事实 终于是在皇庭的内部 引发了一片轩然大波 归属于八王的诸多势力 几乎是齐齐出手 试图拿下为何这一关键人物 弄清楚宣帝失踪的真相 但最终却已失败告终 至此 宣帝姬永照 与这么多年来唯一联系 姬永照与外界之纽带的 司礼间掌印 大宣内向为何 就此齐齐失踪 不知去向 也让本就混乱的朝堂格局 终于是陷入一片大乱 无论宣帝姬永照失踪的真相 究竟如何 到底是很多年前的姬永照 便已死去 是为何隐瞒真相 借此执掌权势 霍乱朝堂多年 还是在不久前的某段时间里 又发生了什么事态 这一切的隐秘 皆在为何失踪之后 彻底断绝 而宣帝的失踪 也是彻底 拉开了八王夺位的大幕 国不可一日无君 宣帝姬永照尚在之时 哪怕朝堂上下流传其修炼邪术 半风半醒 为何窃取权柄霍乱朝堂 但仍然不曾有人 胆敢犯上作乱 纵然是八王之中 权势最大的晋王 也只敢暗中积累自己的权势 与其他弃王彼此相斗 互相打压 而从来不曾想过逼宫之事 毕竟姬永照统御天下一百五十载 威望与权柄难以动摇 纵然十余年不理朝政 八王之中 也没有任何一人 胆敢犯上逼宫 作为皇子的他们 最清楚这位父皇的恐怖之处 可现在 姬永照失踪 不知去向 甚至生死不知 唯一知情的关键人物为何 也不见了踪迹 犹如人间蒸发 那至高无上的尊位 也就等于是彻底空置下来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 在此时此刻 去争夺那个位子 都绝不会有错 毕竟他们不再是逼宫夺位 纵使姬永照这位 父皇之后再次出现 那便尊其位太上皇 亦不会有什么过错 姬永照纵然未死 也终究已到垂暮之年了 虽然种种传言 说其修炼严寿之邪术 但不管怎样 那些邪术都大概率不能久存 总有一日 姬永照还是会龙于冰天 那时 他们谁坐在皇位之上 谁就是真正的新君 结在八王之中 对于皇位最为渴望的 便以韩王 梁王两人莫属 他们与陈暮之间 虽至今不曾有过相见 但却已有了无法化解的仇怨 想要与陈暮这般 以个人武力称尊的存在相抗衡 那就必须要登上那个位子 只要登上了皇位 欲疾而尊 统御天下 那便是陈暮这样 个人武力强到可怕 未来能够举世无敌的存在 也不是不能依仗帝王之权柄 与其掰一掰手腕 这对于面对陈暮这一巨大威胁的韩王 梁王而言 无疑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是他们破釜陈州 也要殊死一搏的路途 于是 接下来的数月之间 整个皇城可谓是一片压抑 更掀起了血与腥风 往日里 平常人难得一线的宗师存在 在皇城中的交手 几乎每日都有发生 甚至还有一夜过去 声名赫赫的一尊宗师横死 尸体被长矛贯穿 挂于城墙之上的情况发生 不提这些宗师存在 就算是换血镜的高手 在皇城也是时有碰撞和交手 不过毕竟换血高手的 厮杀动静太大 引发的后果也非同一般 因此 相互之间都还算克制 到了此时 整个大宣天下 来自九十九州的各大势力 无数的目光 几乎都投向了 那位于中州的皇城 瞩目于这场地位之争 一时之间 关注尘墓的视线 反倒是少了许多 甚至连在外海搜寻 尘墓踪迹 想要破坏尘墓冲击 换血镜的玄机阁主 血影楼主等存在 也都被韩王 梁王等人召回 悉数进驻中州 一切皆以夺位为重 也不仅仅是中州的动静太大 地位之争 引发天下瞩目 同时也是最近 天下对于沉默的议论 自然也就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淡化 皇城 一片开阔而肃目的场地 但见白玉铺成的地砖上 刻印着一道道龙纹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柄 这一片白玉铺就的广场 足有千丈方圆 可谓是极尽奢华 此地没有任何宫廷卫兵 目光所及一片开阔 亦无任何建筑坐落 唯有在这白玉广场的 最中央处 堆砌着一方 由清玉雕刻的高台 高台之上 身上的气息浑然而内敛 与整个高台凝结位一体 神情皆庄严而肃目 位于这些灰衣人影中央的 赫然是一方巨大的青铜顶 这尊青铜顶上 奇异的花纹密布 两耳而三足 承接天地乾坤 虽看上去并无灵光浮现 但只是接近其方圆百丈 便能感受到一种 来自天地间的压迫铃声 令人仕途跪服 乾坤顶 这是大宣王朝的 正式神兵之一 其并不列入 大宣临兵谱之中 但即使单独拿出来 其层次 也足可为列临兵谱前三 而如今这尊顶 更是镇压整个皇庭的 乾坤无冤镇的核心 乾坤无冤镇 乃当时最顶尖的镇法 是那位平定乱世的大宣武帝 在千余年前 聚集九十九州之地 无数的镇法宗师 穷尽十余年岁月 方才构建成镇 守裕皇庭 连七玄宗的乾坤锁龙镇 都是从乾坤无冤镇之中 演变而来 这门镇法 并不具备攻杀之手段 也不具备守裕的手段 其唯一的效果就是镇压 哪怕是幻泄镜的高手 在彻底唤醒的乾坤无冤镇下 也会犹如陷入军镇之中一般 被隔绝天地 无法从天地间 汲取元气 弥补自身 连其他各方面的手段 也都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想要不受此压制 唯有皇室血脉 每一位皇室血脉 无论皇子公主 在诞生之时 皆会取一滴血 融入乾坤顶中 由此得到乾坤无冤镇的识别和区分 而其他外星之人 则皆不可得 此时此刻 乾坤顶 以及乾坤无冤镇 皆不曾被唤醒 乾坤无冤镇的作用范围 也就仅止于白玉广场 这一片千丈方圆 倘若完全唤醒 则能覆盖整个皇庭 这就是乾坤顶吗 远处 就现一道人影迈步走来 其人一袭悬袍 眉宇间似有一丝病态 他将目光投向那一方青铜俱顶 喃喃之时 呼得忍不住咳嗽两声 显得有些虚弱 玄袍人正是玄机阁主成祖 先前尝试占卜沉默 遭受天机反噬之后 他受创极其严重 纵然时隔半年之久 残留的伤势仍然未曾完全痊愈 这内伤深入五体的根基之中 几乎已无可疗愈 如今 他也只是将内伤强行压制下去 只是来到这宫廷深处 踏入乾坤无冤镇的范围 受到了镇法的压制 立刻就显现出了虚弱姿态 在乾坤无冤镇之下 不仅天地元气近乎被隔绝 一身实力也几乎被压制进七成 可以说 像他这样的换血镜高手 在这乾坤无冤镇的镇法之中 纵然是对上一位洗髓宗师 只要对方不受镇法限制 那么他也几乎难以取胜 甚至最后极大可能落败 乾坤无冤镇非同一般 成兄就伤未复 就不要太过深入了 这时 又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就现一道人影从旁踏步而来 却是靠山宗主项渊 伴随着项渊一同出现的 还有其他数位换血镜高手 以及一位身披黑色蟒袍的男人 其眸光阴冷 气机深沉 整个人丝毫不受乾坤无冤镇的影响 踏入白玉广场之上 韩王 鸡寻飞 也几乎就是在韩王出现的同一时间 从白玉广场的其他几个方向 只见一道道人影 陆陆续续现身 这些人影纵然受到乾坤无冤镇的压制 但依然气息浑厚如冤 皆是一位未换血镜的当事顶尖高手 此外 还有数位在簇拥之下 身披蟒袍而现身的人物 靖王 楚王 梁王 中州八王 赫然一一在恋 众多换血镜的高手 簇拥着八王现身于白玉广场之上 其中 身披淡金色蟒袍的靖王 将目光略过其他族人 略有些感慨得到 六帝 七帝 十四帝 我等兄弟八人 已有二十年 不曾共举一处了吧 此言落下 在场其余七王皆有些目光变化 有人目光中 生起一丝回忆和轻叹 位居第二的楚王 此时淡淡一笑 道 的确是有二十余年了 我至今游记的年幼时 父皇赏赐灵果四枚 靖王兄献我贪吃 便分于我三枚 私之 已有数十年已 身材略显瘦小的梁王 脉步走出 轻叹道 其实我等兄弟 其乐融融 却不知从何时起 逐渐分道扬镳 为了争夺那个位子 而相斗至今 阴谋算计 致使天下混乱 呵呵 燕王一袭蓝色蟒袍 身形高大许多 此时却冷冷地盯着梁王 道 自古皇家无父子 从来帝王少兄弟 倒也不必假惺惺作派 倘若梁王帝对大魏没有兴趣 此时退下便是 为兄作宝 过往 举予一笔勾销 不会再与梁王帝为难 八王之间关系有缘有尽 也有事同水火的 譬如梁王与燕王 燕王便深恨梁王 因曾遭到梁王算计 失去一位心爱女子 故此 在争权夺势中 处处与梁王作对 甚至不久前探查韩北消息 知晓梁王与韩王动作之后 也是他暗中 向陈牧传递消息以提醒 当然 那个时候 也只是希望 陈牧能给梁王和韩王多 造成一些麻烦 最好是彼此之间 拼个你死我活 他也好坐收于翁之力 结果却不曾想 本来只是棋盘之中一粒子 如今却已有颠覆 整个棋盘之势 成为了如今笼罩 在所有人心中的一片阴霾 但好歹他不曾得罪过陈牧 陈牧与梁王 韩王才是死敌 而梁王和韩王的生死 他根本就不在意分厚 这两人与他一个关系冷淡 一个更是仇怨极深 一入天界深四海 岂是想退便能退的 梁王面对燕王的嘲讽 却并不拙扭 只是淡淡地开口 在场的八人 作为大宣的八王 或许最初的时候 也并非是所有人都基于地位 但在数十年的变幻中 历经一件件事情堆砌 到如今 早已是不得不争 身不由己 便如他梁王 哪怕没有 陈牧这一巨大的威胁 他也一样不可能退去 因为他所代表的 已经不只是他自己 还有他母妃所在的一方势力 更兼那些背后支持的诸多上宗 梁王兄所言不错 时至今日 有何退路可言 韩王姬玄妃缓缓缓开口 暂且不说陈牧这个笼罩 在心中的阴霾 这一团随时都有可能炸开的惊雷 但说是这数十年来争权夺势 彼此相斗至今 就已经确定了没有退路 谁能保证其他七王 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自己不会被事后侵犯 那是将命运交于他人之手 何况大宣皇室 皇子血脉众多 能从中脱颖而出 被封为八王的 哪一位不是能文能武的佼佼者 哪一位不是脆体武道之宗师 不是一代天骄巧楚 谁的心中也没有怯弱 韩王兄 梁王兄 两位王兄替我天界招惹那等大敌 而今尚不知该如何处置 还在此放言 说我有退路 岂不可笑 我瞧两位王兄 才是真无退路吧 齐王披着一件淡紫色蟒袍 最后一个出现在白玉广场上 他是八王之中最后一位霍蜂之人 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身后跟随过来的幻血镜高手 也仅仅只有两位 他目光投向韩王与梁王 话语却是十分阴冷 梁王听罢 冷笑一声 道 齐王帝此言 如同小儿之言 思之令人发笑 这天下之所以会诞生沉默那般人物 还不是我等彼此相斗 致使天下乱象分成 谁能逃脱此因果 何况 此人五道近乎通神 待到未来问鼎天下 举世无敌 纵然是其王帝坐上那个位置 难道便能坐得安稳了吗 在这以武力卫尊的世间 皇权与武力之争 本就是无可避免 大宣能屹立世间千年 其立国之根基 也是姬家那位高祖 开国之武帝 以乾坤之道无敌世间 方才得以平定乱世 立国大宣 传世千年 这千年之中 虽然武道也十分繁荣昌盛 历代皆有人才出 但皇权始终屹立于最顶点 天下任何一人 乃至任何宗派 都无法撼动 都要在大宣朝廷之下 俯首称臣 可陈木这样的人物不同 修炼乾坤之道而崛起 天资财情 更是古今无双 如今几乎都能遇见 其未来问鼎天下 举世无敌之场面 到那时 陈木的存在本身 就是悬在大宣皇室头顶的一片阴霾 谁也不想看到那样的局面 但如今局势已无法遏制 甚至韩王和梁王联手 穷尽各种手段 也无法再找寻到陈木的下落 也就只能作罢 走一步看一步 而今 八王齐聚白玉园中 乾坤鼎之下 众人此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争夺乾坤鼎的认可 也及大宣皇室这一代的认可 乾坤鼎乃至乾坤无冤阵 极其关键 乃是大宣王朝屹立世间 最为根基的底蕴之一 历代宣帝 皆必须得到乾坤鼎的承认 继而得到整个大宣皇室内部的支持 大宣皇室 如今虽然四分五裂 形成八王象征的局面 但实际上 其内部最大的一股势力 却并非八王之中的任何一脉 而是独立于地位 传承之外 皆是专心于武道 或及乾坤之道 正法一脉的知系 守着大宣的诸多底蕴和根基 只遵从于历代宣帝的指示 宗人府 大理寺等独属于大宣皇室的势力 也都是由这一脉的人物掌控 他们没有资格争夺地位 争夺大统 但却也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之前 基永赵不曾失踪 哪怕传言其修炼邪道术法 哪怕传言其已陷入疯癫 甚至陷入昏迷 再也不会苏醒 但只要其不曾死去 就无人胆敢真正冒犯其威严 哪怕是晋王等八王 也都只是互相争斗 发展势力 不曾考虑过逼宫之事 那是因为几乎不可能成功 而经基永赵失踪 彻底下落不明 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 遵照高祖所立的规则 在时隔数月 依然找寻不到基永赵的 任何消息和踪迹 且朝堂局势 随着八王的混乱争斗 而越来越乱之后 这一脉终于做出决定 由乾坤鼎来定夺八王之中的一人 作为新军 而他们也将逢迎新军之令 作为大宣皇室的底蕴之一 最为关键的一脉 哪一方能得到这一脉的支持 可谓是极其关键 或许并不能就此登上地位 但也将在这场争斗中 占据最大的主动权 因此 无论韩王 梁王 亦或者是晋王 楚王等等 皆无法对此置之度外 故而才有今日 八王齐聚白玉元的一幕呈现 实际上 历经基永赵失踪 数个月的八王内斗 彼此之间 早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针对彼此之间的暗杀等诸多阴险手段 也早都不知施展了多少次 哪怕八王皆是宗师层次的人物 而今也是幻学高手 寸步不离 且看着白玉元中 除了晋王 楚王等八王之外 所有抵达这里的 皆是当时有名有姓的幻血镜高手 皆是屹立于翠体五道之巅的盖世人物 其中 屹立于齐王身后的最少 仅有两位 之后是韩王与梁王 本身势力在八王之中 便并不算强 又服杀陈牧失败 被陈牧阁杀了三位幻血镜高手 而今跟随他们到来的 也仅仅只有三人 势力最为强大的 则莫过于晋王 其身后 赫然跟来了足足七位幻血镜的高手 七人皆是并不隐瞒身形 或是来自于大宗大派的太上人物 或是来自于晋王 母妃世家当中的绝代高手 每一位在世间都是鼎鼎有名 若非白玉元中 受到乾坤无冤症的压制 否则七位幻血高手的气势扑展开来 足以令方圆数十里的天地 都是一片压抑 足可令普通人为之窒息 令宗师为之颤厉 并且 据楚王等人所猜测 这也许还不是晋王势力的全部 作为诸王之兄 第一位被册封的王侯 其得到的资源和势力的认可 远比其他诸王要多 不过也是因此 而遭到其他诸王的联手抵抗 是其他诸王最为警惕的人物 在八王彼此之间争锋相对之际 诸人后方站立的一位未换血镜高手 也是在彼此之间遥遥对峙 各自冷眼交锋 不过大多都十分克制 这里终究是白玉元 是乾坤无冤阵的核心 他们这些换血镜的高手 在这里所能发挥出的实力 也不过只是洗髓镜 比起不受限制的八王 可能都还要略逊一筹 除非是联手掀翻了乾坤无冤阵 但这显然也不可能 纵然在场的换血镜高手 足有近二十余位 几乎占据了大宣天下的五分之一 可他们来自于各宗各派 彼此之间 甚至还有极深的仇怨 也是联合不到一处去 跟来此地 只是为了防止意外 八王之中谁能得到认可 谁就向那个位子迈进了一大步 甚至可以说半边身子 就已经坐在了 那至高无上的皇座之上 之后只需要在清扫朝堂 得到朝堂当中 许多中立势力的认可 那便能够继承大统 继位新军 只是这些换血镜的高手们 彼此之间也都十分警惕 他们并未踏入白玉元 多么深的地方 仅仅只是来到了边缘 便各自停住下来 只目送晋王等人 继续往乾坤顶的方向深入 与此同时 位于宫廷之外的某个方向 一方高耸的摘星楼阁处里 在楼阁的顶部 有树道人影助力 皆身披深紫色的官袍 就有仙鹤图案 赫然皆为列一品 乃大宣朝臣之极 其中便有斩妖司总司主上官男 以及监察司总司主赵列等人 大宣终究是以武道称尊的世界 在过去天下安定之时 凡高位文官也基本皆有武道修位在身 皆追求文武双全 而经八王内斗纷争不休 没有武道修位 几乎不可能身居要直 毕竟自身若是太过于脆弱 至同持刀都能取其性命 那连自身安危都无法保障 又如何能够居于高位 而斩妖司 监察司这两司的总司主 更不用说 皆为从一品 可谓位极人臣 本身也是当时最顶尖的武道高手 加上权势宣赫 连八王也要理尽三分 甚至有传言 斩妖司总司主上官男 以参透意境第三步 位列天人 此刻 上官男 赵烈等人 也聚在关注着白玉园中的情况 他们过去向来保持中立 对八王之争不感兴趣 但现如今姬勇赵失踪 生死不知 总归是要从八王之中 则一人为新军 乾坤顶镇压龙脉 历经淬炼 又作为乾坤无冤之阵的核心 几乎已经自身灵性 若是将其排在大宣灵兵谱之中 只怕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了 赵烈略有些感叹地说了一句 灵兵的品质并非一成不变 锻造之后 排名便层层跌落 也有经过淬炼 而上升排名的 只是乾坤顶从一开始 便属于是阵法核心 也是作为乾坤无冤阵的根基而存在 从来不曾单独取出来过 也就不曾被列为灵兵进行评估 但如今若是拿出来 这顶历经大宣千年的国运淬炼 更经历一代又一代皇室之中 修炼乾坤之道的人物淬炼 品质已难以定论 若论第一灵兵 还当是那柄不知下落的天断剑霸 上官男凝视着白玉元的方向 感知着那一片乾坤无冤阵的气息 缓缓开口说道 听上官男提到天断剑 赵烈等人皆是微微摇头 这也是一件并未被列入 大宣灵兵谱的灵兵 因为其来历极其离奇 据说是承在于 一块坠落的允星之中 坠落在大宣 其本身更是一柄断剑 但品质之高近乎离奇 挥之甚至能轻易割裂虚空 但即使是天然高手 也无法完全驾驭 这柄断剑几经转手 最终也没落到朝廷手中 只被人称谓天断剑 此后再一次乱战之中遗失 据说是坠落到了虚空之中 不知所踪 类似之物在大宣还是零散 有那么几件 有的是在大荒之中被带出 因为其质地奇特 层次难以评估 并且又很难以驾驭 故而都不曾被列入灵兵谱上 当然 这些消息在世间 也几乎不怎么流传 纵然是一些洗髓宗师 也不清楚这许多 在赵列看来 更多类似于奇物 不适合被定义为灵兵 倒是乾坤鼎 乃是镇压大宣龙脉之根基 亦是皇室的底蕴之一 勉强也能算作是灵兵之列 对这继位之君 赵大人如何看待 众人对乾坤鼎 以及乾坤无冤阵 也仅只是短暂议论 很快就重新回归正题 有人看向监察司总司主赵列 冲着他低声询问 赵列凝视着白玉广场方向 将晋王 楚王等八王的身影 尽收眼底 而后微微摇头 道 天界是 天界定 不该我等插手 总归尽人臣之事便是 由于大宣世间 乃以五位尊之事 故而历代宣帝的传承 也从来都不是敌偿继位 而是从所有有资格继位的弟子中 则其最贤者继承 当然最终仍是 由宣帝本人来决定 只是如今这一代 首先是宣帝基勇赵本人失踪 本该由宣帝决定后继之君 现在 却没了能做决策之人 其次 八王之间 也很难分出个贤能高下 若论武艺 八王皆是五道宗师 但却又无人 踏入幻血之境 且八人都有资格去冲击生死之关 哪怕实力上有着 一定程度的差距 但最弱的 也是顶尖宗师 差距属实不大 若论势力 那晋王倒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只是楚王也不算太差 韩王和梁王 如今有联合之事 也一样 能与晋王对抗一二 其余诸王皆各有布置 则立新君 终究是天界之内事 我等还是静观结果罢 上官男神色泰然的开口 其他人闻言 彼此对视一眼后 也是各自束手而立 不再多余 当今局势 他们的确不适合出言 他们这一股朝臣势力 在大宣朝廷可谓举足轻重 拧成一股的情况下 纵然是宣帝姬永赵 也要估量三分 他们也从一开始 就不曾插手过八王之间的纷争 而今到了关键时期 自然是更不适合插手 但若是真要论及内心想法 众人之间 也的确是各有念头的 且大半都适宜 静王位守 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 静王势力最为庞大 倒不是他们位居静王 到了他们如今的境界 五道位居脆体之顶点 达到了幻血之境 权势之宣赫 要么就是把持 最为重要的朝廷门户 要么就是 统御异军的大将 在朝堂上 本就有入朝不屈 赞败不明的资格 别说现在静王仍然还是八王 纵然是真正即位位位军 他们也不会趋于皇权 之所以更多仁义在静王 还是因为 从朝堂格局来看 由静王继位 动荡最小 只要乾坤鼎认可 静王位后继之君 那么静王立刻就能得到 来自整个皇室 七家的支持 再加上其本来就具备的势力 他们这些重要朝臣 也不会反对 由此一来 其余七王 也就在南友和静王抗争之力 朝廷格局 也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安定下来 他们从来不在意 八王之中 谁来继位 只在意 如何能让朝堂 更大程度地减少动荡 如今天下纷乱 实在不宜继续争斗下去 闹得四分五裂 而在上官男等 诸多重臣的瞩目下 静王 楚王等八王 也是纷纷沿着白玉广场前行 直至抵达那一尊 巨大的乾坤鼎的前方 并抬头望向上方 看向那一道道 围绕乾坤鼎 而盘坐的灰衣人物 玄楚见过诸位书祖 静王神态中正平和 率先冲着那一群灰衣人 躬身一礼 乾坤鼎乃天界之鼎 一位皇室最重要的抵御 有资格镇守乾坤鼎的 基本都是鸡家 最有资历的老一辈人物 地位尊崇 但只负责守鼎 以及守护皇庭 不会插守朝廷正式 镇守乾坤鼎最根底的要求 就是流淌天界血脉 乃是姬姓 至于是螃蟹还是嫡系 则无关紧要 因为第二个要求 就是必须要枪脆体舞蹈 修炼至换血之境 一旦踏入换血境 且深具天界之血 那在皇庭之中地位 立刻就尊崇至极 不但自己所在的那一只血脉 能得到世袭往替的 王爵之尊位 自身也能选择进驻皇庭 镇守乾坤鼎 亦或执掌其他关键的 皇室底蕴 纵然是当代宣帝 亦会敬重三分 几乎就是禁王 攻身行礼的同时 楚王 韩王 梁王等 其余七王也都纷纷攻身行礼 如今他们皆不曾踏入换血境 若他们登上地位 面对这些姬家的祖老 倒是可以平等视之 但如今以巴王的位分 还是不敢有任何怠慢的 来了 诸多灰衣身影中 有数道仍然环绕乾坤鼎盘座参物 对禁王等人的到来并不在意 也有人将目光投向禁王等人 打量了一番 其中位于最东侧的一人 则站立起来 淡淡开口 东平王说 禁王冲着那道灰衣人影 举止有礼地回应一声 东平王姬永恒 与宣帝姬永兆同属一辈 但却并不是敌传 乃是姬家一脉旁之 道季永恒这一代 已经不在王宫爵位之列 其父辈仅于子爵 不过季永恒却是天资卓绝 于武道步步登天 最终问鼎换血之境 崇德王爵之封号 后来更进驻皇庭 镇守并参悟乾坤鼎之玄妙 按照规矩 我等不应当插手朝堂正式 但皇兄曾有一言托付于我 倘若其有一日乎的不知所踪 时隔半年也毫无消息 且你等之间仍然纷争不休 便由我来做主 以乾坤鼎之灵抉择 从你等之间 则一人拥立为新君 姬永恒将目光略过镜王等人 缓缓开口的同时 心底又微微摇头 他年纪比姬永赵小上一些 但即使与姬永赵同代 皆生于皇室嫡系 他自问也没 有资格与姬永赵争夺地位 他武道成就换血境之后 也曾与姬永赵切磋数次 皆不胜 相比起姬永赵 镜王 楚王这八位皇子 就要差上许多了 姬永赵在镜王这个年纪 早已迈入换血之境 而不是停住于洗水境 不敢去冲击换血的生死观 如今的八王 但凡有一人踏入换血 那根本就不必由乾坤鼎来择立新君 迈入换血的那位 将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他们这些姬家阻牢 也都会予以支持 地位也就没有悬念 至于姬永赵 这位皇兄的事情 虽然对他也有隐瞒 但他或多或少 还是知道一点内情 终究还是没能攻城吗 姬永恒在心底暗自轻叹 那种手段到底也是逆天之举 失败也并不离奇 哪怕姬身换血之境 也仍然还是凡俗之身 不可能摆脱天地束缚 玉途长生仍是虚无缥缈 当然 这些姬永恒并不会说出来 毕竟他所了解的也不算多 其中许多情况 都是他的猜测 甚至连姬永赵氏 何时消失在宫廷中的 都并不知晓 而今其人失踪超过半年 或许已是真的图谋长生失败 身死陨落了 而今姬永赵生死不知 下落不明 哪怕晋王这些后裔再不成器 也只能择立一人 眼见晋王楚王等人 皆神色郑重以待 姬永恒终于缓缓地说道 好了 你等八人 可以内袭引导 勾连乾坤鼎 看最后 谁能得到此鼎的灵性认可 话音落下 在场的晋王以及楚王 韩王等人 彼此相视一眼 神色皆各不相同 其中 晋王神态最为从容 作为八王之中最年长的 他虽不曾踏入幻血镜 但论及武道修位和实力 他自认比其他器位王帝 都强上一分 在陈牧横空出世之前 他更位列大宣宗师榜第一多年 论及血脉 他的纯正也是最无问题 论及势力 他的支持者最为庞大 甚至在镇守乾坤鼎的 诸位姬家祖老当中 也有更倾向于他的存在 可谓全方位占据着优势 立于不败之地 大宣新君之位非他莫属 乾坤鼎也不可能择取其他人 只要得到乾坤鼎的认可 那么其他器位王帝 就再无与他争夺的可能 纵然联合起来都没有机会了 因为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大势所趋 那些支持楚王 韩王的势力 在眼见势不可畏之后 也多半会就此退步 不再继续顽抗 纵有不愿放弃的 他也有把握从容地 将其一一分化 以种种手段一一摆平 相比起来 楚王的眸光则十分深邃 他所想与镜王不同 倘若他能得到乾坤鼎的支持 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到时候攻守之势一眼 镜王也难以阻拦他的灯位 但若是 他得不到乾坤鼎的支持 那也一定不能让镜王得到 因为其他几位得到 他尚且还有一争的可能 唯有镜王 得到乾坤鼎的支持 那就再无机会了 至于排名更往后的韩王 梁王等人 所想的自然是全力以赴 清尽所能 误求得到乾坤鼎的认可 他们本就不占优势 而今更因为沉默的事情 根基都有所动摇 能否得到乾坤鼎的认可 几乎是当下唯一逆转形式的可能了 来 东平王姬永恒 向着前方让出一步 右手呼得轻轻一挥 那耸立在清玉高台之上的乾坤鼎 立刻泛起一缕波痕 表面煞时间荡起一层乾坤八象之光 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刻 镜王等人皆是眸光锐利 齐刷刷的踏前一步 各自伸手向上探出 将各自的内袭契机调动起来 挥出各不相同的八道气径 在虚空中呈现出八色光束 落向乾坤鼎的表面 其中镜王挥出的 乃是一束黑白交汇的阴阳之光 而楚王则挥出一片流转的五行之气 其余猪王也都打出各种不同的气境 皆展露出宗室之中的顶尖手段 哇 乾坤鼎表面的乾坤灵光 接触到猪王的气息之后 立刻开始荡漾流转起来 化作一阵阵的波痕 动荡不休 似乎其中的灵性 在思存着如何抉择 此时镇守乾坤鼎的其他诸位机家阻牢 也都纷纷睁开了眼睛 有的站起身来 也有的仍然盘坐于一侧 各自将目光投向镜王与楚王等诸王 其中 东平王姬永恒将目光掠过虚空中的八道气境 仔细观察一番后 最终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位于最左侧的镜王 眼眸中泛起些许涟漪 虽然这一代的八王在他看来 都远不及他们的父皇姬永照 但矮个子中拔高个 也的确是镜王所修炼的阴阳之道 最为出色一些 且其人资历也最足 若是则镜王而立 朝堂的格局动荡应该是最小的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定下来 想来 乾坤鼎应当也会如此抉择 然而 正当姬永恒心中这么私存之时 却见下方位于八王之中 最不起眼的韩王姬玄飞 其眼眸深处 却忽地闪过了一丝幽光 打出的内境契机中 产生了一丝异常的波澜 本来乾坤鼎那不断闪烁游离的灵光 似将要停住在镜王那一道气境上 此时却忽地剧烈闪烁了一下 陡然见生腾变幻 继而一下子融入了韩王姬玄飞的 那道灵光之上 嗡 煞时之间 韩王的那一道气机陡然暴涨 此时不再需要他以内袭来接引乾坤鼎的灵光 而是乾坤鼎的灵光汹涌而出 将他整个人覆盖在其中 这不可能 镜王脸色斗变 怎么回事 赵王也是脸色变化 你做了什么 燕王看向韩王 眸光灵力地出声贺问 远处 本来静静观望局势的诸多 来自各方势力的幻血镜高手 这时候也几乎都是面色变化 先前明显是乾坤鼎的灵光 在楚王和镜王那边盘旋得更久 更为迟疑 似乎就是要在楚王和镜王之间择出一人 可为何突然变化 落到了韩王的身上 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韩王 八王之中 他最不出众 为何乾坤鼎会选择他 不少幻血镜高手纷纷醋眉 脸色有些难看 唯有一人 那就是跟随韩王而来的玄机阁主 本来有些病奄奄的神态 此时眼眸中陡然泛起光芒 果然玄机镜的补算 就是真正的天机 他们选择韩王并没有错 此时此刻 唯有韩王自己知晓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属于他的际遇 他曾机缘巧合 得到过一种来自大荒的秘法 不属于大宣 其效果是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干扰具备灵性的灵兵 本来这秘法并没有太大作用 因为普天之下 真正具备灵性的灵兵 太少太少了 放眼天下 都不超过两手之数 且能驾驭这些灵兵的 那也都是当时最顶尖的高手 甚至许多灵兵 本就执掌在皇室手中 可没想到 他机缘巧合得到的这门秘法 会在接引乾坤鼎的灵光上 产生巨大的效果 在此之前 也更没人想到 宣帝姬永赵 竟会凭空失踪 这使他不能亲自指定后继之君 而是要由姬永恒等 诸多姬家族老镇守的乾坤鼎来决定 可 嗨嗨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这就是天意 就是天意 玄机阁主干咳两声 嘴角溢出一缕不自然的血迹 但他却浑然不觉 只双眸放光的喃喃自语 最近这一段岁月里 发生的种种事情 包括扶杀沉默失败等等 皆让玄机阁主有时怀疑 他们玄机阁 究竟是否选错了道路 但如今来看 当初所窥见一抹的天命 并非虚假 得的确确 将是寒王荡登九五 虽说在现在的八王之中 寒王几乎是最弱的一股势力 是和梁王联手 才能够与其他诸王相对抗 否则的话 今日可能都没有资格 来试问乾坤鼎 来自沉默无形中的阴霾与压力 以及来自其他诸王的排挤和暗斗 几乎让韩王麾下的诸多势力 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天道无常 变化无穷 是为山穷水尽移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韩王得到了乾坤鼎的认可 这样一来 韩王也将得到整个姬家宗族的支持 而那些原本保持中立的朝堂朝臣 也很有可能为此而改变 转而支持韩王 可谓是一举逆转轻颓之势 虽说韩王如今 在诸王中势力最弱 即使完成了最举足轻重的一步 想要真正扫平一切障碍 摆平其他弃王而登位 仍然还有很大的难度 但总归是落下了那枚神之一子 接下来 支持韩王的诸多势力 人心将彻底安定 不再浮动 再有他玄机阁 血影楼等诸多大宗 或明或暗的支持 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收取权柄 将其他弃王皆排挤出去 最终彻底登上至尊之位 他们玄机阁 终究还是把握住了正确的命数 纵然世间有陈木这样的变数存在 但如今陈木 应当还在谋求冲击换血 但是根基魂后 换血的过程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时间 待到陈木换血完毕 再次出事的时候 韩王也必然登上大位 且彻底站稳了脚跟 立足于九五之上 到那时 纵然是陈木能将脆体舞蹈 修炼到举世无敌的程度 又如何能以一己之力 颠覆整个乾坤 那位开国之祖 能开辟大宣 那终究是在乱世之中 征伐而攻城 乃人心之所向 但若是韩王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收拢权柄 安定天下 那凭借大宣立国千年之国运 可远非千年之前 那天下纷争的百国灵力 所能相比 当然 到了那时 陈木要逆乱朝堂 颠覆乾坤固然极难 但要想对付陈木 这样的绝世人物 会及个人武力于顶点的存在 对朝廷来说 也一样不易 可总归是 有了进退的余地 到时候 或以大宣朝廷为根基 以天下一万离书为其子 便可与陈木谈判 持天下安定的大义在 令陈木退去 如此数百年后 陈木一死 威胁进去 朝廷便再无忧虑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今之际 还是要设法尽可能地 摆平其余七王才是 梁王与韩王关系相近 其本身登位希望不大 韩王若能登上大位 对梁王而言 也是除他自身登位之外 最好的选择 故而仍然可以拉拢 禁王 楚王势必会反对 甚至可能抗拒到底 但之后也可分而抗之 玄机阁主 遥望着白玉广场中央 那被乾坤鼎的灵光 所覆盖的 韩王姬玄飞的身影 心中已然开始私存起了 接下来该如何分化 其余七王 如何对抗 拉拢乃至打压 一手拳术 一手武力 恩威并施 相比起玄机阁主 其他诸多来自各方势力的 幻血镜高手 这会儿 脸色也剧都殷勤不定 支持禁王和楚王的两方人马 脸色最为难看 而其余人 则沉吟不定 姬玄飞 你究竟使了什么手段 蒙蔽了乾坤鼎 沁王看着韩王沐浴灵光 此时忍耐不住 冲着韩王立身贺吻 东平王说 此事有意 还请详查 楚王也是冲着毅力 在乾坤鼎旁边的 东平王姬永恒 攻身一礼 姬永恒此时也有些诧异地 看着韩王姬玄飞 乾坤鼎最终会选择姬玄飞 也的确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但乾坤鼎的 灵性的确不曾有什么变化 的确是他自主的抉择 此时 面对诸王的议论贺问 乃至升头 当事人韩王却反而微低下头 并不言语反驳 也并不多说话 只静静地沐浴灵光 仰头望着乾坤鼎 一副无悲无喜的神色 眼见韩王这种反应 东平王以及诸多姬家首顶人 心中反倒是略微点头 不提五道资质如何 至少这份荣辱不惊 泰然处之的样子 也勉强有几分天子魄力 嗡 东平王短暂沉吟之后 一指点出落在乾坤鼎上 再次验证乾坤鼎的抉择 确定整个过程的确没什么问题后 便将目光投向其他多位首顶人 道 诸位以为如何 诸多灰衣首顶人沉积片刻后 其中一人缓缓说道 乾坤鼎镇压大宣气数 乃命迈眼 此乃国运之所则 其余会议人彼此对视后 或微微点头 或静默不语 无人反对 欠此 晋王乃至楚王等人的脸色 终于彻底阴沉下来 知晓事情已成定局 但几人城府尚在 知晓不能在此地发作 位首的晋王便向着东平王攻身一礼 道 东平王书既已是弊 那小侄便先行告退了 楚王以及赵王等人见状 也都是纷纷一礼而告退 多没兴趣继续看后续的变化 庆王甚至冷冷地扫了韩王一眼 唯独韩王对众人的态度 仍然是神色坦然 毫无变化 眼见晋王等人进阶退走 东平王姬永恒也是微微醋眉 他虽作为首顶之人 不插手朝堂正式 但大致也知晓一些朝堂格局 更看得出来 晋王楚王等人 对韩王皆有不服 选择韩王 恐怕后续还要大几分争 但他终究对权势争夺并无兴趣 对于皇位也没有兴趣 若非形势特殊 都并不打算插手八王之间的争斗 而今乾坤鼎既已责任 那他也就不想其他 以乾坤鼎为主 至于此后纷争如何 他也没有兴趣再多干涉 乾坤鼎则寒王而立 令根基不稳 岌岌可畏的韩王 获得成为距离地位最近之人 对于大宣朝廷来说 可谓是一场十分突然的变故 当然 这件事的具体情况 仅仅只在大宣朝堂 最顶尖的人物之间流传 并不为世人所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朝堂上下 也很快察觉到了局势的变化 而远在外海十万里之外 海底深处 恰是在韩王得到乾坤鼎认可的那一刻 承受天地贯体 也有将近半年之久的沉默 那一轮会暗的星魂之月 终于再次泛起了点点光滑 在半梦半醒 浑浑噩噩之间 沉默的一点灵光渐渐重聚 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念头 最后所有的意识彻底复苏 属于他的意识彻底归来 积永赵 念头恢复的第一个沙纳 沉默心中略微感叹得到 天命流转 结束使然 倒还真是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 不过不利此节 也难得圆满 他向来并不信奉 这个世间的所谓天命天术 但如今看来 倘若这方天地 真的有一定程度的意志 那么万物在其意志运转之下 的确是有一种冥冥中的平衡 经历赤身果的淬炼之后 他的星魂强度已堪比天人高手 但对于这方天地的领悟还稍差一些 而有了积永赵带来的这一场劫难 则彻底补上了缺漏 让他了无天地之机的同时 也在天地之力的灌体洗练之下 凝练出了一点不灭灵光 虽然沉默对于星魂的层次了解 也不够深入 但到了他如今的境界 却也能大致地判断出 这一点不灭灵光的凝聚 对于迈入更高层次 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关联 此刻 沉默的脑海中 还有一些属于姬永赵的记忆画面流转 但这些画面 皆已无法影响到沉默的自我 对他而言 就像是观看一些外来的画面和片段 真正属于姬永赵的一时 已彻底灰飞烟灭 无复存在 沉默并未着急查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是先将所有零散的那些 属于姬永赵的记忆片段 剥离了出来 并一一查看分辨 这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些无效的垃圾信息 但却也有一些 关于大宣世界的隐秘 其中甚至十分凑巧的 有一部分关于 神境的概念 神境 沉默仔细分辨这一段记忆 在心底喃喃自语一声 纵然是以姬永赵这位堂堂宣帝 再世近两百年 统于天下百余年 更位列天人之尊 数次探索大荒的存在 对于神境的了解也是极少 但恰好能与沉默了解的对应 神境 当一位生灵 将肉体与心魂皆修炼到顶点 并最终跃出某个台阶 彻底摆脱天地的规则束缚 超脱于天地之时 才算是真正迈入了神境的层次 而这也印证了沉默的一个猜测 世间哪怕幻血境的舞者 都无法长生久世 并非他们的体魄不够强大 也不是他们守不住气血的流失 而是他们不曾斩断天地的束缚和枷锁 受术的枷锁便来自于天地本身 舞者生于天地之间 长于天地之间 纵然到了幻血之境 也仍然要借用天地之力 要时刻沟通天地 那自然就仍在天地规律的束缚之下 果然大宣世界不曾诞生神境存在 是有其原因在的 沉默阅览基永赵的记忆 依照基永赵这位当代宣帝 对世间诸多隐秘了解最深的人物的理解 大宣世界不曾诞生出神境 是有两个缘由 其实大宣世界的天地元气的浓郁程度 尚不达标 这一点沉默之前也有所判断 因为他曾察觉到 大宣世界的天地 似仍然处于一种蜕变的过程之中 天地元气的浓度 是在以极其缓慢的进度提升的 毫无疑问 天地元气越是浓郁 各类天地灵物就越多 也越适合翠体五道的修炼 他不知道 天地元气的提升还能维持多久 但短短数十年 上百年 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唯有历经数千年上万年的时间尺度 才可能会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其二 翠体五道并不完善 这一点 到了沉默如今的境界 也一样有所了无 翠体五道的前四境 磨皮炼肉 一经断骨 历经无数舞者的推敲和打磨 基本上是达到了完满的程度 但从淬炼五脏开始 就有所欠缺 五道从上古时期发展至今 一直都是在不断地向前进步 在沉默看来 再有数万年的发展和变化 配合天地元气的浓郁程度 进一步上升 也许五脏和六腑精的功法 会更完善 诞生出更多能将五脏 乃至六腑 修炼到极限的人物 如今 世间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将五脏和六腑 淬炼到极限 并非是资质的问题 而是时代的限制 是如今这个节点 五道的发展与天地的变化 都尚未达到那个程度的结果 只有他依靠系统面板 能够强行跨越这些臂障 在这个时代 以上且不够完善的五道功法 强行将每一镜都修炼到极限 直至抵达幻血之境 欲达神境 虚炼旧神体 凝聚神心 灵肉交融 方能打破繁俗之界限 沉默心中自语一生 这句话是来自于基永照的记忆 但因为基永照的记忆 在他这里残躯不全 所以 他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 只大致猜测 或许是来自于大荒之中 如今的他 在异境的参悟方面 暂且不说 在体魄的修炼方面 毫无疑问是达到了一个 前无古人的层次 尽管前路仍然迷雾重重 却也能够隐约看到一条路径 幻血之上 就是神界 罪体五道能修炼至幻血之境 便已练到了神境之下的最顶点 因为沉默能够感觉到 倘若他的肉体 能够再跨越一个大的层次 那必然就能彻底 打破天地规则的束缚 幻血 沉默轻忽了口气 一时缓缓回到身体之上 历时超过半年之久 他的乾坤五体 此刻却仍还在承受着 天地灌体的冲刷 一般的洗水东施 饮天地灌体 最多也就半个月 乃至一个月 就能完成五体的全方位蜕变 正是迈入幻血之境 但他的乾坤五体太过于强大 以至于幻血这个过程 都需要承载天地之力 更多的冲刷和洗炼 方才能一步步前行 但历时如此之久 他的幻血蜕变 也基本到了最后的节点 差不多了 沉默能感觉到 他的肉体 在天地灌体的冲刷洗炼之下 皮肉筋骨乃至五脏六腑 均已提升到极致 达到了一个 几乎无可再进的程度 继续承受天地灌体 也难有变化了 伴随着他一口气轻土 双手缓缓抬起在身前叠合 那沿着他头顶玄关灌注下来 汹涌向四肢百孩的天地之力 不再继续四散淬炼 而是终于开始向内收敛 本来散布于体内的天地之力 在沉默的操纵之下 逐渐凝成一线 以他一身无血的奔腾位中心 与无血交汇在一起 令他一身血液奔腾之声 仿若滔滔江河之水 哗啦 突兀之间 沉默体内燃起火炎 这火炎沿着他一身无血燃烧 由内而外 一刹那间 令他整个人化作一尊火人 口鼻之间皆喷出烈火 哪怕身处于海底盐窟 被海水淹没覆盖 但他周身汹涌出的火炎 却完全不灭 甚至灼烧的附近海水 都滋滋作响 被硬生生地驱退三尺 然而 承受着这火炎吞噬的沉默 神态却没有丝毫变化 仍然静静地盘膝而坐 这是天地灌体的最后一步 他所修炼的乃是乾坤八香 那便要承载乾坤八香的淬炼 而这第一步变化起来的 便是离火焚身 火炎生腾起得快 去得也快 短短片刻之间 就消弭于无痕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 无声自起的狂风 席卷呼啸 刮骨割肉 透体而入 令沉默一身皮肉筋骨 解嗡嗡作响 驯风穿深 哄 煞世间电闪雷鸣 一束紫色雷光无痕自起 沿着沉默的天灵灌机而落 令他一头黑发根根竖起 整个人都被淹没在紫色雷光之中 震雷击声 哗啦啦 但见整个海底炎窟 从本来稍显平静的状态 变得彻底翻覆汹涌起来 而沉默则始终盘坐于炎窟中央 整个人毫无动摇 风雷水火 天地山泽 一种种乾坤之相浮现 在他的身躯之上交汇 最终乾坤八相汇聚合一 化作一抹灿烂无瑕之光 犹如一缕丝线贯通沉默周深血管 彻底贯通所有经络学窍 四肢百骸 当这八相之光渐渐散去 那汹涌的天地之力 也终于不再动荡 翻腾涌动的海水 缓缓平息下来 唯有沉默仍盘坐于炎窟中央 身上衣物早已私缕不存 裸露出来的肌肤 晶莹白皙 隐约能看到 他体内流淌的血液 那赤红之中 似接泛着淡淡的金光 结束了 沉默头顶的那一轮星魂之月 不知何时悄然沉入体内 消失不见 而他那双紧闭的眼眸 终于缓缓地睁开 露出一副古井无波般的眸光 此时此刻 他能感受到一身无体之中 那近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几乎能撼动山岳 那奔腾汹涌的无血 犹如滔滔江河 生命力旺盛到几乎无可估量 彭腹光平这副躯体 就能撕裂着世间一切 幻泻境 来到这方世界近十五年 迈入武道修行近十三年之久 他终于踏入了 翠体武道的最后一步 历经磨皮炼肉 一惊断骨 终于抵达第八境 幻泻境 此刻 沉默能够感觉到 身体周围的虚空 变得十分脆弱 彭腹他只要轻轻一动 就能令虚空碎裂 倘若全力出手 更是能直接撕裂出虚空裂缝 他就这么感受着这幅身躯 迈入幻泻境之后 带来的力量变化 继而缓缓站起身来 一步向前踏出 来到了海底炎窟之外 继而眼眸中闪过幽光 右手成刀向前猛然一劈 一般寸寸崩裂 而他掌缘力量凝聚的位置 更是硬生生地贯穿了 虚空的白色裂系 撕裂出一道漆黑色的虚空裂缝 这条虚空裂缝乍一出现 立刻便临附近的海水 汹涌动荡 好似一头猛兽张开巨口 疯狂吞噬起附近的海流 令海底煞石间一片暗潮汹涌 赤手撕裂虚空 不过 虚空裂缝出现得快 愈合得也快 顷刻之间便再次弥合 在仍然汹涌动荡的暗流中 陈木却犹如一块礁石般 屹立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他此时只是凝视着 虚空裂缝出现又迷合的区域 继而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 只见 他的掌缘呈现出一道 极其可怖的裂痕伤口 深可见骨 那是虚空裂缝造成的伤害 换血镜的肉体 仍然无法完全抵抗住虚空裂缝吗 陈木若有所思般的自语一声 紧接着 他右手轻轻一抖 掌缘那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便一刹那间愈合消失 虽然虚空裂缝对如今的他 这幅迈入换血镜的乾坤无体 仍然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但这种伤害和威胁相比起过去 毫无疑问是大大降低了 倘若放在过去 徒手撕裂这样的虚空裂缝 他的整只右手 恐怕都会被气吞噬 可现在 赤手撕裂虚空裂缝 这就等于 致赤手硬汉虚空之力 对他来说 却仅仅只是掌缘产生了一些破裂 对于如今生命力和自愈力 都极其强大的他来说 几乎算不上什么伤势 这也意味着 他如今的血肉之躯 强度几乎堪比这片天地的虚空必长 这是何其恐怖的体魄 倘若有一位换血镜的高手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 恐怕都会震惊到眼珠子瞪出 要知道 寻常的换血镜高手 往往全力以赴 都很难撕裂出 最基础的白色虚空裂性 一般都是要彼此交手 才能初步震裂虚空 而往往只有那些换血镜中 最顶尖的存在 才能凭一人之力 就能将虚空震裂 但这也就仅仅只是 震裂其浅浅的一层罢了 唯有那种漆黑色的虚空裂缝 才算是真正的贯穿虚空 而现在 沉默的体魄强度 几乎堪比天地弊障 也就意味着 绝大部分的换血镜高手 哪怕是全力以赴 也最多就是在沉默的皮肤上 留下一些浅浅的伤口 甚至都很难突破到 筋肉这一层 以沉默如今这幅身躯 所具备的强横生命力 乃至自愈能力 这种程度的皮肉伤 几乎都能视若不见 对他而言可谓毫无意义 而今 能够真正伤到他的 已经只剩下那些天人高手了 并且 沉默能徒手撕裂虚空裂缝 这一幕也一样极其恐怖 因为 如今他所处的区域 乃是海底 这里的虚空 并非是之前 寻目洞天开启时 因为潮汐而导致脆弱 这海底的虚空 是极其坚固的 哪怕是天人高手 想要真正地贯穿虚空 打出虚空裂缝 也是很有难度的 两位天人高手权力交手 能贯穿虚空 不代表仅凭一人之力 也能随时贯穿虚空 天人高手 也有强弱之分 而凭借一人之力 就贯穿虚空 几乎就是当时 最顶尖的天人高手的标志 哪怕是一仗气和自身的 一剑顶尖灵兵的加持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放眼整个大宣乃至外海 也绝不超过两手之数 而沉默仅凭徒手 就达到了这样的境地 可以说 如今的他 仅凭这幅躯体所蕴含的力量 就已经足可横行世间 天下含有敌手 而若是全力以赴 将心魂之力也施展出来 驾驭乾坤领域已加持 不知如今的我 在当时舞者之中 能位居何处 沉默仰头望向上方 目光彭扶穿透了万丈海底 看向那一片无垠的天穷 心绪悠然 习武至今 历时十余年之久 他可以说是日夜苦练 情根不坠 从始至终不曾有过懈怠 一切艰苦和努力 终于彻底开花结果 无论如今的世间 还有无能与他争锋的对手 毫无疑问的是 当今世上 已再无多少能威胁到他的事物 纵是举世皆敌 如今的他 亦有底气坦然硬之 到了这一步 沉默反倒是不再急迫了 在迈过换血之关后 肉体和天地之间 再无任何弊障 以无血为根基 连结周身各处一切力量 举手投足间 都能驾驭并调动天地之力 可谓是 身和天地 为力归于己身 像圆刚内息 天地之力等等 到了这里 都无需再去细化 因为所有的力量 都将为体魄所驾驭 都是以肉体之力为平衣 不过 换血是一个过程 在迈过生死之关 完成初步换血之后 天地灌体的过程便会终止 但换血到这一步 却并未结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仍然需要无者主动 去汲取天地之力 淬炼无血 另一身无血更为精粹 直至抵达无可再进的程度 便是换血的尽头了 这个过程 比洗髓镜的修行要快得多 因为洗髓的过程 同时也在淬炼整个五体 但到了换血镜 五体的淬炼已彻底结束 仅需要淬炼无血 一般的换血镜 往往只需数年 便能彻底大成 抵达尽头 像如今的秦梦君 以沉默的推断 应该便已将换血的过程 彻底走完 而今实力多半 已不逊于隐横 玄机阁主等存在多少 不再是出入换血的程度 不知道我彻底完成换血 需要多久 沉默心中念头闪过 他冲击换血的过程 足可用漫长来形容 毕竟一般的洗髓舞者 冲击换血镜 最多也就耗时一个月 而他却 足足耗时八九个月 若将之前的准备也算上 激进一年 这固然有姬勇招的 扰乱的缘故 但更多的还是 他的五体根基太强 也就需要承载 更久的天地灌体 方才能彻底打通 肉身与天地之间的臂障 彻底踏入换血镜 不过 对沉默来说 想知道换血的进度 却比常人容易得多 因为他拥有 更为直观的判断 只是意念一动 系统面板 便在沉默的眼前浮现 体魄 练血 小成 经验 零点 看到系统面板上 对于他如今境界的评估 沉默眼眸中 略微闪过一丝亚异 仅是小成吗 以他对系统面板的了解 倘若是以小成来标注的境界 那么之后 就应当还有大成 圆满 以及极限这三层 但换血镜自古以来 却并没有这样的划分 绝大部分的换血镜高手 在迈入换血之后 仅需数年 就能触及换血镜的镜头 达到一个镜无可镜的地步 回忆起那凌驾于换血之上的神镜 沉默呼得有所明悟 这不正是翠体舞道 不够圆满的标志吗 由于根基不够强大 天地元气的浓郁程度不够 各种资源的不足 导致此事的所有舞者们 迈入换血镜之后 稍微往前走上一段 便达到了他们舞道的镜头 可实际上 那只是如今的翠体舞道的极限 而并非修行的极限 诸如龙木岛主这样的换血镜高手 他们立身于换血镜的镜头 但这所谓的镜头 或许仅仅只是系统面板上 所呈现出的大成而已 甚至有可能还达不到 并且 对于换血镜的描述 在系统面板上还有所改变 称之为炼血 也就意味着 这一镜并不仅仅只是 完成换血的过程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淬炼 至于炼血镜的圆满 乃至极限 都是当今世间不该存在的境界 有了系统面板的指引 在综合自己所了解的一些隐秘 以及立身于换血镜之后 那冥冥中所具有的种种领悟 沉默也终于是确定了一点 炼血之上 就是神剑 将炼血之镜修炼到极限 再往前一步 那便能真正打破天地的束缚与枷锁 彻底地超脱于繁俗之上 到那时所炼旧的身躯 也许便可以称之为神体 神体吗 沉默眸光深邃地掠过一片 昏暗无光的海底 当今世间 所有最顶尖的舞者 那些最强大的天人高手 都在追逐换血之上的境界 都在追逐易境第三步之后的道路 但唯有他 才算是真正清晰地看到了那条路 尽管脆体五道的发展 尚且不足以迈入那条 通往神境的道路之上 但他凭借系统面板 即使没有路 却也能强行接续出这样一条道路 刷 短暂地停顿后 沉默回转过身 一步踏出后 便回到了那海底盐窟之中 此刻的海底盐窟早已被海水淹没 但对沉默却并无任何影响 包括那一汪龙血池 此时仍然是炽烈灼热 如同燃烧一般 不断地散发着滚滚的热浪 且先试试我如今的资源 能够降练血堆砌到哪一步 沉默将目光投向龙血池 既然明确了换血镜 亦或者说练血镜的修炼方向 那么应当是与过去一样 能够凭借资源来获取经验点 然后再由系统面板来强行提升上去 虽说如今的他 已不惧当时任何天人高手 甚至诸如天刀公羊鱼 玄天官玄天道主 这些当时最顶尖的天人 也未必能胜过他 但差距也还没有大到 他能翻手震杀天人的程度 越是接近了当时武道的顶点 接近了举世无敌那个位子 甚至几乎已经身在旗上 沉默心绪反倒是越发沉稳 越是从容坦荡 更不急着向天下宣告他的存在 冥望 钱财 权势 这一切对现在的他来说 皆是犹如粪土 他所追寻的 唯有那炼血之后的神境 其余的一切 巨都不重要 姿姿 沉默凝视着龙血持片刻后 向前一步踏出 整个人迈入龙血池中 赤龙之血 本身就是淬炼体魄上架的材料 更何况 这里根本不是一滴两滴 而是整整一池 是萃取了一条赤龙全部的精华 甚至连其心血也被沉默榨取 并投入了血池之中 可以说 纵然是对一些换血镜的高手 也不乏效果 咕噜咕噜 沉默一迈入龙血池 整个人立刻就沉入池中 继而他身体附近的赤龙之血 便咕噜咕噜地冒起泡来 一股股汹涌而赤裂的妖力 就开始沿着他的身体翻涌起来 若是洗水之下 尚未炼成五体的那些五脏六腑径 坠入这龙血池中 顷刻之间就会被这龙血泯灭融化 而哪怕是洗水宗师 要踏入这样一汪龙血池中淬炼 那也要小心翼翼 但沉默却不同 他目光泰然 甚至都不曾刻意去抵抗 直接就放开了身躯 令那近乎沸腾的龙血之中 一股股澎湃汹涌的灼热妖力 犹如爆发的山火一般 涌入他的体内 惊艳一点 惊艳二点 惊艳三点 与此同时 沉默换出系统面板 立刻便看到 系统面板上的经验值 在一点点的累积增加 很好 沉默看到这一幕 眼眸中泛起微光 对于如今的他来说 这赤龙之血的淬炼 几乎都可有可无 近乎于无用 甚至哪怕这一池龙血 全部都是最凝炼的赤龙心血 最多也就略微提升 他淬炼无血的效率 可系统面板 却仍然如过去一样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将这些对他几乎 难有太大效用的东西 全部汲取 并转化为经验 累积在面板之上 炼血从小成到大成 需要消耗足足1000经验 尽管这经验的累积 十分缓慢 是个位数的增长 但以沉默的判断 这一池龙血 仍然能带来 数百经验的增长 比他预想的 甚至都要更多了一些 咕噜咕噜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赤龙之血不断地下降 赤裂和灼热 不断地被沉默的身躯吞噬 犹如无底洞一般 而系统面板上的经验数字 也在不断地累积 消化龙血的时间较为漫长 沉默就这么在龙血池中 浸泡了足足数月时间 庞大的龙血池 才终于彻底干涸 而系统面板上累积的经验值 也是赫然来到了417点的数字 距离跨入炼血大城 仍然还差一半多的经验 但沉默这里却是神色不变 挥一挥手后 便取出了乾坤瓶 将其中从寻目洞天 收获的数千斤 寻目灵液 略微保留了一小部分后 其余的悉数倾倒出来 在龙血池的旁边 又开辟出一方寻目灵池 哗 紧接着沉默再次一步迈出 踏入寻目灵池之中 沉默在寻目洞天 得到的寻目灵液 虽然不足万斤之数 但也有数千斤之多 当然 相较于赤龙之血的分量 就要少上许多了 毕竟赤龙之身躯就极其庞大 其精血何止上万斤之数 可寻目灵液的分量虽然稀少 其效果却比赤龙之血 要更为显著 沉默踏入寻目灵池之后 就觉得全身浸泡在一片清凉之间 与赤龙血池的灼热不同 这一次却是极为舒适 浓郁而旺盛的生命力 沿着一寸寸肌肤 不断地涌入体内 所谓物极必反 阳即生阴 阴即生阳 生命力旺盛到一种程度 实际上也是极具毁灭性 就像这寻目灵池的灵液 若是换成一位 尚未洗水的武者跳进去 那么这旺盛的生命力 不但不会淬炼他们的身躯 反而会令他们的身躯 直接崩溃 因为他们的肉体 抑制不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筋骨血肉都会疯狂生长 最后 整个身躯完全崩坏 但对如今的沉默而言 承在这数千斤 寻目灵液中的旺盛生命力 也根本不算什么了 倘若是在他尚未换血之前 或许也会十分吃力 毕竟他早前一次性 吞噬数百斤的寻目灵液 便都能感受到极限 可换血之后 却是再无压力 此次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寻目灵池中的液体 逐渐地下降 缓慢地被沉默的身躯 吞噬吸收 而系统面板上的经验 也在不断地累积 经验489点 经验522点 经验571点 沉默的眸子缓缓睁开 眼眸中泛起一抹幽光 他视线中呈现出的系统面板上 积累的经验值 终于是达到了1000点的数目 体魄 练血 小成 经验 1000点 沉默看了一眼身边的寻目灵液 但见这一方灵池中的寻目灵液 仅只消耗了不到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 寻目灵液能积累的经验值 的确是远比赤龙之血要更多 以沉默的判断 寻目灵液的效果 应当和赤龙心血差不多 只不过 赤龙心血十分稀少 沉默当时也并未榨取出多少 且全部混入了龙血池之中 呼 沉默轻忽了口气后 心绪一动 所有的杂念 便巨都纷纷消止 既然系统面板积累的经验已经足够 那么他 自然也就不多迟疑 他要的 就是让体魄更进一步 当下立刻就消耗经验值 选择了提升 嗡 伴随着系统面板上 光芒一闪而过 沉默立刻就感受到 一股澎湃而精脆的能量 从他的心脏处蔓延出来 并随着心脏的剧烈跳动 而流转全身 与短短顷刻之间 融入全身所有血管之中 抵达肉体所有旁之末节 如今的沉默早已与过去不同 哪怕是每一滴血液 他亦能清楚地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力量 此时 系统面板唤醒的力量 交融在一身血液之中 淬炼一身无血 他的感受也是极为清晰 能体会到每一滴血液 都变得更加精脆 淡金的色泽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承受着系统面板的淬炼 他一身无血中的金色 变得更未旺盛 近乎全身上下的所有血液 都似要在系统面板的淬炼之下 转化为纯金的色泽 练血的时间比沉默欲想的要长 在系统面板的操纵下 他也是足足耗费了 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彻底完成 从练血小乘到练血 大乘这一步的蜕变 感受到周身流淌的那股 淬炼无血的能量逐渐消散 沉默也终于是吐了口气 并缓缓睁开眼睛 继而他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身躯 视线内视周身各处 这就是练血大乘吗 沉默此时能清晰地看到 身躯内部的变化 在他练血小乘之时 一身无血尽管也蜕变为金色 但其中的金色仅仅只有一缕 而现在的话 则是净染上了大半 其中鲜红的色泽 已经几乎不见了 照此来看 倘若练血修炼到圆满层次 恐怕周身所有无血 都将彻底蜕变为灿金之色 沉默又握了握拳头 能感受到 他的五体之力 又增强了将近三四成之多 看起来提升似乎不多 可如今的他 五体之力何其强悍 哪怕是仅仅这三四成的力量 也足以降秦梦君 隐横等人压着打 甚至都不逊于天人 这个小层次的跨度 便已然非同小可 如果说之前的他 对上当时最顶尖的那些天人高手 诸如天刀 玄天道主之流 纵然能够胜过 也不会十分轻松 还是要耗费一些手段 那么现在的他 恐怕就能凭借 这副乾坤五体之力 一路横推过去 若说之前 他的实力是否称得上举世无敌 还有那么一丝丝悬念 那么现在便是彻底再无悬念了 凭借如今他具备的力量 除非有人能够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于天人层次网上再有所突破 否则的话 当时已无人 能在力量上胜过于他 炼血大成 这就是当时五夫的极限 但这却并不是我的极限 沉默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心中一阵悠然 对于世人来说 诸如秦孟君 尹恒等人 乃至玄机阁主 甚至是寒北天刀 玄天道主这些最顶尖的存在 他们的粹体修为 也是达到炼血大成并未极限 往前再也无法寸进 回忆起过去他曾与尹恒 秦孟君等人论道 而今看来 当时的论道 许多观念有正确 亦有错误 首先就是 粹体五道的确存在 第九境 那就是炼成神体 但秦孟君等人 距离第九境 差得却并不只是一步 他们的五体 修炼到所谓的 粹体五道的极限 但实际上 只不过是炼血大成而已 按照过去的五道蜕变来看 恐怕至少要 修炼到炼血圆满 才有资格去冲击第九境 打破天地的束缚 炼就不灭神体 而当时的舞者 几乎不可能修炼到炼血圆满 因而也就止不于炼血之境 一皮二肉 三筋四骨 五脏六腑 七髓八血 若有第九境 但未不灭 七髓八血 九不灭 这是陈牧 对于五道第九境的定义 打破天地束缚 炼成神体 那么肉体 就必然摆脱兽术的束缚 此未不老 而如今的他 几乎就已经具备了 断肢重生的能力 一旦体魄能够再进一步 那恐怕五脏六腑都不复存在 一切将归于混元一体 肉体也就再也没有 要害可言 也即不死之躯 不老不死 世卫不灭 继续吧 陈牧将视线投向身下 还剩余半尺多的 寻木灵液 炼血大成道炼血 圆满这一步 是当时所有舞者 都无法逾越的天谴 但系统面板一如既往 仍然是之 需要积累足够的经验值 便能达成 这一步 则需要三千点经验 寻木灵液 尚且剩余三分之二多一些 但依照之前累积的经验来看 这半尺多的寻木灵液 最多也就化作 一千多点的经验值 应当是不足以 迈入浣血圆满了 陈牧也并不多想 很快就闭上眼睛 继续汲取寻木灵液 时间流逝 两个月的时间 转瞬即过 此时的海底炎枯中 陈牧依然盘坐于 寻木灵池之中 坐于池底 但池中的寻木灵液 却已彻底干涸见底 剩余的最后一点残留 也漂浮在空中 不断地融入陈牧的身躯 直至最后一滴 寻木灵液 消失在陈牧的肌肤之上 陈牧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并换出了系统面板 将目光投向自己的五体部分 体魄 炼血 大成 经验 1337点 这样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随着寻木灵液的耗尽 他在外海这段时间积累的资源 也终于是全部用光 只是可惜 不足以一步 跨入炼血圆满的层次 触及到那第九镜的门槛 数千镜的寻木灵液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本身就属于极其珍惜的资源 几镜的寻木灵液 就能换取类似上品定海珠 这样的天地灵物 数千斤寻木灵液 这可是寻木本体 积累了上千年的续存 恐怕诸如听朝牙 这样的外海顶尖大宗 整个宗门的库存 都未必能与之相比 之后 若想寻觅到足够的资源 迈入炼血圆满的层次 还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但总归现在的它 实力已经达到了这方天地 所能承受的极限 举手投足间若不收敛力量 都能轻易震碎虚空 甚至全力以赴 都能打出一片虚空空洞 世间可谓再无威胁 此外 体魄短时间内 难以搜集足够大量的资源 来进一步提升 但异境层面的修行 它却是终于能够再进一步了 之前因为不曾迈入幻血镜 也就无法参悟异境的第三步 迈入天人合一的层次 而现在的它 身在幻血之境 距离天人 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陈木再次换出系统面板 看向异境方面的部分 五道 乾坤异境 第二步 经验 两万七千八百九十一点 早在它的意境 修炼到第二步极限 参悟出乾坤领域之后 它意境方面的修行 就已经彻底停滞下来 积累经验也毫无用处 因为不具备基本条件 便无法进一步推演 现如今 迈入了幻血之境 它便拥有了掌握第三步 踏入天人的基础 甚至 它如今的星魂之力 比起一般的天人 都要更为强大 都已经凌驾于寻常天人之上 需要十万点经验吗 倒还是有些欠缺了 尽管它掌握乾坤领域之后 至今也算见识广阔 游历四方 积累了足足两万多的经验点 但仍然不足以迈出那一步 想要彻底领悟乾坤意境的第三步 踏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需要足足十万点经验 不过相对于沉默来说 这十万点经验 它想要获取 却比练血的经验 更容易许多 毕竟参悟意境需要的经验 只是对于天地的领悟 对如今的它而言 只需要游历四方 以脚步丈量大地 它便大悬山河 恐怕便能积累得七七八八了 而相比起来 练血竟想要更进一步 却需要实打实地资源积累 然而 就在沉默私存了片刻 打算关闭系统界面之时 它忽然目光微闪 略有些诧异地发现 在乾坤意境的行列下方 不知何时 又多出来一个新的行列 本源道 神道 赞无 本源道 沉默眼眸中 露出一丝亚然之色 它又回头去看 意境方面的修炼标注 发现乾坤意境的所属 乃是武道 而这下方这一栏的标注 则已不再是武道 而是标注为 神道 显然 这是凌驾于武道之上的修行层次 或者说是脆体武道 抵达尽头之后 更上层的修行之路 几乎不假思索的 沉默心中 就已浮现出一个念头 虚空 虚空之力 是一种能被参悟 能被掌控的力量 亦是一条修行道路 这一点 它早已在寻目那里 得到过证实 这条道路 也毫无疑问 凌驾于武道之上 不是凡人所能触及的层次 乃是一方 山河世界存在的根本 毫无疑问 虚空之道 恐怕就是这所谓的 本源道之一 是神境方能掌握的力量 至于按照寻目的说法 来推断 除开虚空之道外 迈入神境之后 似乎还有其他的道路 可供选择 不过目前的 它比较明确的 也就仅仅只有虚空道 本源道是神境 才能掌握的力量 为何系统面板 会现在就呈现出来 沉默眼眸中 露出一丝尘吟 但很快它就有所明误 应当是它的心魂层次 凝炼出一点 不灭灵光之后 它的心魂 已经初步具备 不灭的特征 而不死不灭 乃是神境的层次 既然它的心魂 具备了一丝 神境的特征 那也就有资格 触及虚空道了 魂与体 相辅相成 唯有先凝炼出心魂 意志才能彻底 摆脱肉体的束缚 不灭灵光 恐怕是炼就 不灭神体的基本条件 我倒是在 阴差阳错之下 初步具备了 沉默心中难难 对寻常舞者来说 一时存于脑海 一旦头颅被轰碎 那就死得不能再死 甚至也不可能 再有任何反抗余地 意志将会在一瞬间 彻底泯灭 只有到了幻血境之后 心魂初步凝炼成形 即使头颅崩碎 意志仍能短暂存在 但却无法控制什么 而只有到了天人层次 才能在肉体崩毁之后 仍然短暂的残存 不过 也就只是残存了 天人高手的心魂一样 无法脱离肉体 而存在于世间 很快就会彻底泯灭 甚至哪怕是如今的沉默 凝炼出一点不灭灵光 心魂也一样 无法脱离肉体永恒存在 在天地之间游荡 就会很快 被天地之力 冲刷到彻底泯灭 虚空道 难道我现在 能够跨过意境的修行 直接参悟虚空之道吗 一念即此 沉默当即深吸了一口气 收敛心绪杂念 开始尝试着 能否在系统面板上 引发虚空道的变化 渐渐地将所有的心绪 都沉浸到了 他对于虚空的些许领悟之上 如此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沉默再次看向系统面板时 就见系统面板 已发生了变化 本源道 虚空 未领悟 经验 97点 真的能行 看到系统面板上 呈现出的变化 沉默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些许诧意之色 他尝试仓物虚空 使用的方法 是很久以前 仓物意境时所用的 汇集自己对于虚空的所有领悟 以及自己当前具备的所有条件 以此作为基础 并以他现在的境界融会合一 而在他做出了这一番融会贯通 将所学所物 结交融在一起 并指引向虚空之道的那个方向后 系统面板 也是赫然为他展现出了这一扇大门 只是 他尝试了一下 暂时还无法利用系统面板 直接掌握虚空之道 因为从系统面板中得到的反馈提醒 是初步掌握虚空之道 需要足足1000点经验 而他现如今积累的对于虚空的所有领悟 所有的感受和推演 合在一起也才不过97点经验 还远远达不到 直接掌握虚空之道的标准 但尽管如此 沉默心中也仍然振奋不已 因为系统面板只要给出了条件 就说明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慢慢地去参悟虚空 迟早能凑足这些经验值 并真正地掌握虚空之道的力量 凌驾于乾坤八项之上的虚空道 过去沉默对于虚空道的了解 是相当模糊 而现在通过系统面板 尽管不曾真正领悟这一力量 但这个境界却彻底地在他面前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乾坤之道会集天地八项 但他所囊括的范围 始终仅限于这一方天地 他所能调动的力量 也只不过是这一片天地之力 像是在寻目洞天 这种本身也具备乾坤八项的洞天世界 那么乾坤之道 仍然有着完整的效果 能够发挥出完整的力量 但若是在一些特殊的洞天世界 根本不存在天地乾坤这种概念的混乱洞天 那么乾坤之道就无法再生效 尽管五体本身仍然能发挥出乾坤之力 但却无法从天地之间汲取元气来弥补自身 并且领域 甚至天人合一等等手段 都将无法发挥 可虚空道不同 这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本源道 无论是在任何一方洞天世界 甚至哪怕是混乱虚空之中 都存在着虚空之力 这是苍穹还宇存在的根本 执掌虚空道 那么无论是在哪一方天地 都不会受到限制 因为他所沟通的力量 已经不仅限于天地之内 而是遍及整个苍穹还宇 无尽虚空 本源道 沉默喃喃自语 呼地想起了 他曾在地渊中 灭杀过的那些上古魔族 那上古魔族所具备的力量 也是一种极其古怪的特性 感知上完全不属于这方天地 不在乾坤八乡的囊括范围之内 但却又能丝毫不受限制的施展 如今看来 恐怕那也是属于本源道的一种 依照徐木的说法来推断 本源道敌 却是存在不止一种的 虚空便是其中之一 若是以他自己的想法来看的话 上下四方未雨 古今未来未咒 凌驾于乾坤之上的 那自然要属宇宙 其中虚空代表了雨 那么对应着咒 得应该就是岁月 这应当也是一种本源道 至于上古魔族所展现出的第三种 或许是星魂一类 又或许是某种未知类型 执掌着本源道的力量 上古魔族显然不像是 他们在史书记载中的那样简单 也许正如他当初的推断一样 那些古魔在上古之时 乃是来自于这片天地之外 就像是大宣世界 入侵徐木洞天一般 这方世界 或许也曾沦落为古魔一族的清洗 只是不知为何 后来古魔就不再来到这方世界 而残存的古魔一族 也逐渐地消亡于历史之中 渐渐只剩下地渊中藏匿的那些 但一念即此 沉默心中 还是浮现出一丝阴霾 过去他触及不到这个层面 也并不知晓这些信息 尽管有所猜测 也根本没有多想 但如今的话 却无法再置若网闻 因为古魔一族 倘若真的是 掌握着一种本源道力量的存在 那么他们的力量跟基 必然要比大宣世界的 武道要强盛得多 虽说从上古之后 古魔一族就渐渐衰退 消失在世间 也许是和大宣世界不再接轨 但正如寻目洞天 每隔百余年一次循环 两个世界会因虚空潮息 而再次靠近 在未来的某一日 再次与古魔一族所在的世界相接 到那时 魔物遮天 生灵涂炭 以大宣世界当今的武道发展 绝对抵挡不住 修行层次更高的古魔一族 陈牧知道 自己或许是有些启人忧天 毕竟上古之后 就在无古魔之祸发生 纵然未来真会发生那种事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 但到了他如今的境界 也的确无法置若罔闻 实力仍有不足 陈牧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 握了握拳头 以他如今的实力 以足可横扫天下 举世无敌 但看起来 他仍然还不能懈怠 徐牧洞天 以及古魔一族的存在 都是难以挥去的阴霾 现在的他固然很强 可要是真正遇到 诸如徐牧这样的存在 抵达神境的伟力 还是有些渺小 先回去吧 短暂私存了片刻后 陈牧做出了决定 从他闭关凝炼心魂 再到冲击换血 直至现在炼血大成 这一段修行 也算是较为漫长了 耗费了超过一年半之久 将近两年岁月 也不知道 大宣如今的形势变化如何了 不知道韩北道怎样 也不知道契玄宗 还有红玉 悦尔等人的安危 他的确是时候该回去了 虽说现如今 摆在他面前的 还有更进一步的修行 有意境的第三步 需要他去参悟 还有虚空道 也需要他去掌握 但这些都可以在路途之中 慢慢参悟 另外 降练血境修炼到圆满乃至极限 需要极其庞大的资源 这些单凭他自己慢慢搜刮 那是要耗费很久时间的 倒不如去取县城的 玄机阁 血影楼等宗门 发展数百年 积累不少 诸如韩王 梁王这些八王 身为皇室中人 拥有的底蕴 应该也称得尚不凡 此外 姬永赵这位当代宣帝 在他冲击患血境之时 袭杀于他 那么他与姬家的因果仇怨 就不仅限于韩王梁王了 而是囊括到整个皇室姬家 他一生行事 向来恩怨分明 姬家座庸大宣天下上千年 不知道搜集了多少资源抵运 如今也正合借用一番 一念即此 陈牧便也不再过多思虑 将所有的心绪 都暂且抛到脑后 转身一步踏出之后 回到了海底阎窟之中 将阎窟随手收拾了一番 那被他取尽惊喜的赤龙之师 也被他收入了乾坤瓶中 虽然这龙诗 对他已无什么作用 但对契玄宗上下来说 却也是难得的抵运归宝 诸多灵片都能用来炼制 不止一件灵兵宝甲 其他之物也具有作用 将一切都收起后 陈牧又是随手一抖 从乾坤瓶中 取出了一件丝绸所制的长袍 这件长袍 就不如他过去的穿着那般朴素 乃是珍贵的千年兵 蚕丝袖枝而成 呈浅淡的黑色 表面虽无灵光闪烁 但气质内敛 一看就十分不俗 非同凡品 待尽数修整好后 陈牧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心绪沙纳之间 万般顺畅 深处万丈之海底 却有一种鱿鱼入海 飞鸟降天之感 一种于月龙门的自在心境 油然自生 他呼得大笑一声 笑声中透出了十余年艰苦习武 终于攻城圆满的畅快 继而整个人便从海底破空向上 渺小的身躯 画过一道赤裂而耀眼的白线 一路向上 滑 顷客之间 但见一道白色皮链 破开蔚蓝的海水而冲出 仿若飞鱼跃出海面 掀起一束滔天浪花 浪花飞溅进千丈 几乎触及云层 但却无法再触及到沉默的身影 沉默的身影 化作一个渺小的黑点 在破出海面之后 便一路破空而上 短短片刻便划破千丈之天穷 穿透了厚重的云层 沐浴在灿金色的阳光之下 哈哈 他屹立于云端 目光只是那一片惊阳之影 整个人彷復与天同高 俯瞰世间 他的身影与过去遥相呼应 像是回到了他身在渔峻 身为底层差异 炼成狂蜂刀法之后 得许红玉赏识 而初次崛起时的那般 自此之后 放眼大轩世间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一切道路皆为坦途 沉默沐浴着灿烂日光 短暂地闭上眼睛 体会着那油然舒畅的心境 那种世间一切 皆从心欲的意志 到此时肆意而怅然 冥冥之中 甚至连心魂之力 似又增强了些许 接二 他睁开眼睛 仰头望向更高处的天穷 整个人大袖一挥 破空而起 扶摇直上 两千丈 三千丈 四千丈 短短请客之间 他便贯穿云海 来到万丈高天 探求天之高远 这几乎是每一位舞者 共同的追求之一 无论是谁 无论舞到意志为何 在迈入洗水之境 炼成玉空手段后 都会直上高天 以瞭望世间 而任何一位舞者 抵达幻写境后 也几乎都会去探寻天之极境 身为凡俗 而对天地有敬畏之心 但苦心习舞 却能登天而上 与天并齐 以舞道追寻天地之高 刷 刷 来到万丈天穷 陈墓仍然不曾停留 继续登天上 到了这里 空气已然极其稀薄 而前天之力的压迫 也是强悍到了极致 哪怕是洗水宗师 身在此地 都会被压迫到难以动弹 但对陈墓来说 却如同微风拂面 秦梦君踏入幻写境后 曾探寻天之高远 直上天穷一万六千丈 而今 陈墓意识仰望天之极境 步步登天 他的身影相较于这一方天地 可谓渺小已急 但登天上之际 却又彭彷无穷之高大 似乎与天地相连 何而为一 一万一千丈 一万二千丈 一万六千丈 终于 陈墓来到了秦梦君当年 曾止步之所在 这里的天穷 不再是蔚蓝 而是一片漆黑昏暗 空气已经完全不存在 甚至连前天之力 都变得稀薄至极 赤裂的刚风刮骨割肉 弥漫整个天穷 仔细看去 就现在那无穷无尽的刚风之中 赫然可见 一道道白色的虚空烈系 密密麻麻 望不现尽头 哪怕是天人高手望见 也会头皮发麻 这刚风 哪里是风 这些所谓的九天刚风 根本就是虚空不断碎裂 所激荡产生的余波 每一道白色的虚空烈系 那都代表着 一位换血镜高手全力出手 如此多的虚空烈系 那是不知道多少换血镜高手 在交锋 这样的混乱 的确是天人 也不敢轻易踏足 但如今的沉默 可谓一高人胆大 仰视那无尽的裂痕之后 整个人继续向上 横渡天穷 面对那些白色的虚空烈系 也是不管不顾 一路横冲直撞上去 啪兹 啪兹 虚空烈系时不时的乍线 在沉默的身边蹦见 甚至有的 直接碎裂在他的额头 可这些力量落在沉默的身上 却犹如金铁骄明般 只蹦践出些许的火花 却是无法撼动沉默的身躯 最深最大的白色烈系 也仅仅只能留下一点印记 17000丈 18000丈 21000丈 沉默一路登天上 破裂的虚空烈系 随着他的登高 而碎裂的越发密集 但这些对他而言 都是浮游汉术 无法撼动他的五体 直至他抵达21000丈高天 他终于稍稍停下 继续往上看去 就现视线中 不再是那白色的虚空烈系 而是浮现出了一道道 漆黑色的虚空裂缝 这些裂缝 犹如虚空猛兽的巨口 仅仅只是目视 都令人未知心静 连他的身体周围 也时不时呈现出 漆黑的虚空裂缝 这里的虚空已经极不稳定 沉默能感觉到 他若是在这里全力出手 就不只是撕裂出虚空裂缝 甚至不只是 打出一块虚空空洞 而是将会令方圆 一整片虚空 都彻底他陷下去 分崩离析 沉默遥望高天环宇的尽头 此时深处 两万一千丈的节点 他几乎已能窥见到 天穷的极境 大约还有三千丈的距离 再往外 便是一片漆黑的 茫茫虚空 与虚空裂缝背后一样 两万四千丈 这就是大宣世界 天穷之尽头 诞生在大宣世界的生灵 自他之前 没有人抵达过这里 纵然是机号也不行 因为从一万八千丈网上 就几乎汲取 不到天地之力了 机号当年 纵然是练得举世无敌 乾坤之道彻底圆满 但到了这里 也会难以为继 想要抵达这两万一千丈之高天 要么像他一样 凭借几乎强盛到极致 能硬抗虚空崩裂的肉体 一路横冲直撞上来 要么就得领悟虚空之道 掌握虚空本原道的力量 显然 大宣世界 过去未曾有之 在大宣的所有故事典籍中 也不曾有记载过天之尽头 是多少丈的高原 但从今日之后 这一切便将有史记载 大宣立1439年 陈牧登穷天而上 踏过九天刚峰 中线天之尽头 其高两万四千丈 长颜有云 不知天高地厚 而今虽上不知地之后 却已知小天之高 陈牧一时间 也是颇有些新潮澎湃 屹立于两万余丈的高天 短暂驻流之后 终于是向前一步踏出 整个人画过一道弧线 再次坠向时间 他仿若一道浮光掠影 于海面之上横渡而过 茫茫外海 惊涛骇浪 在他身下 却是如同平地 滔滔海浪 无法淹没他的身形 但见他所到之处 无论海底之鱼妖 亦或者天穷飞掠之鸟妖 皆是一片惊悚 四散逃窜 过去横渡外海时 因为刻意隐秘契机 故而总有妖物袭来 但现如今的沉默 却是不再遮掩自身行迹与契机 那属于炼雪大成的契机 恢弘而浩瀚 一身五体之强横 给予外海妖物的压迫 宛如凌驾于妖物顶点的时阶 绝世天妖 万妖退散 沉默也是心中畅快 此后再也不必如过去一样 遮掩行迹 他就这么踏海横渡而行 速度之快 纵然是宗师层次的存在 也是几乎难以窥见 犹如一道万日长虹 横跃万里大海 短短不到一日功夫 他便从茫茫外海之深处归来 金色长虹横渡而过 一路跨越外海 也是引发一片震动 一些相隔数百上千里的岛屿 皆感受到那股澎湃的气机 感受到天地之力的动荡 那是什么 好恐怖的气息 难道是天人高手出行 有宗师高手一跃而起 来到高处查看 他眺望远方那道金色长虹 瞳孔一阵收缩 一时间只觉得心中一片凛然 哪怕相隔极远 都能感受到 那种佩然无量的压迫 要知道 他乃是一代宗师高手 在附近十余座岛屿相连的海域中 也是有数的高手 而经相隔数百上千里 仅仅只是感受到一丝余波 都感觉到心中颤礼 可见对方之恐怖 外海之中 高手也是十分繁多 陈木毫不遮掩行迹 如此一路横渡而过 跨越数千里海域之后 也终于是引来了 幻血镜高手的瞩目 只不过幻血镜高手的反应 与那些宗师存在 也是相差无几 这 是谁 但见一道盘坐于高台楼阁中 气息深邃的身影 豁然睁开眼睛 目光震动地望向远处 他乃外海飞云宗太上长老 夏文月 在整个外海 也称得上赫赫有名的高手 飞云宗虽然无法与 听朝雅等三大宗派相提并论 但也是一方霸主 可此时此刻 仅仅只是感受到 那横渡而过的气息 他便觉得 一种压力滚滚而来 倘若是与其直面 以他堂堂患血镜之手段 恐怕也难敌对方三招两拭 这是谁 外海乃来的这等高手 气息如此灰洪澎派 绝非寻常患血镜 在外海能给我这般压力的 唯有那寥寥数人 但此人契机 却与那些人进阶不同 而且其人横渡而来 彭扶整个天地皆为助力 静揽乾坤 修行的应当是乾坤之道 莫非就是那位 夏文月不由地吸了口气 飞云宗不插手大宣纷争 甚至对于外海一些事物 也都并不插手 仅仅只捅侠自己所在的一方海域 连早前的寻目洞天之事 飞云宗都不曾参与 但即便如此 关于大宣的诸多事情 一味崛起于大宣九十九州的绝代天骄 将乾坤之道 修炼到前无古人的地步 在洗髓之境 就能力战七大幻学 实力之强 近乎匪夷所思 而今在他的感知中 那股澎湃的乾坤契机 绝对已是幻泄境的水准 看来应当是他了 夏文月一步来到楼阁眼角 瞭望向远处天际 望着那一抹横贯天雨的惊鸿 眼眸中 也不由地露出几分叹服之色 语气中则带着几分感慨 寻目动天之战 至今也才不过两年时间 尽管天下人都认为 陈墓必然能越过幻血之关 但没人知晓他需要用多久 毕竟陈墓如今的年纪 也才不过三十六七 能在这个年纪 迈入洗髓之境 修成宗师的 便已称得上是一代翘楚 而能在此踏入幻血境 毫无疑问是前无古人 无论大宣还是外海 历代最年轻的幻血境 也是在四十余岁之后 方才不如那个境界 从未有人能在四十岁前 积身幻血 且陈墓还不是 一般的幻血境高手 当初未入幻血 他就能以一己之力 战败七大幻血 甚至传言其人 都足以和天人高手一较高下 而今陈墓真正踏入幻血境 难以想象 其实力将激增到何种地步 恐怕寻常幻血 都难敌其弹指之力 放眼整个天下 所有天人高手 恐怕也难有鸡人 能与陈墓争锋了 也难怪其人归来 丝毫不掩饰行迹 如此气急澎湃 浩浩荡荡荡 几乎就是向整个世间 宣告其踏入幻血 哪怕夏文月 也是一代高手 外海一方霸主 感受到陈墓那样 肆意横行的契机 也只能在心中探服 至少 他夏文月 是不敢在外海 如此肆意横行的 他实力虽强 但也有诸多仇家 肆意展露行迹 就会给人可乘之机 会暴露破绽 遭人埋伏袭杀 平白增添麻烦 自然是没有必要 但如今的陈墓 也不会在意这些 夏文月知道 陈墓的敌人 也是十分繁多 从寻墓洞天归来时 甚至曾遭到 七大换血的围杀 可如今的他 这一般肆意 那便是再也不惧 世间一切敌手 虽然不知道 陈墓如今的手段 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但陈墓的心境 毫无疑问 已是真正超越 世间五道了 哇 金色长虹横渡外海 引发一片片震动 随着属于陈墓的 那道长虹横渡而过 消息犹如海啸一般 蔓延而传递 只不过外海终究 消息流通不畅 短时间内 仍然无法扩散太远 而就在各方高手 皆为陈墓的归来 而心中震动之际 陈墓本人 却以横渡辽阔外海 来到了一方恢弘 而浩大的岛屿之盼 与其说是岛屿 不如说是一方陆地 这里远比龙木岛 还要更庞大数倍之多 一个岛屿之大小 几乎堪比大宣 半个豫州之大 遥遥望去 便能看到岛上建筑繁多 论及人口和繁华 恐怕比之欲州 更胜不止一筹 这里正是外海三大势力之一 听朝雅所在的主岛 其中 位于这方主岛的最东侧 可见一片高耸的崖壁毅力 这崖壁领海 高耸而如云 碧力千韧 一眼望去 可达千丈之高 最顶部已深入云端 下方的大海呼啸澎湃 时不时卷起绵延数十丈的巨浪 拍打在这崖壁之上 却只是如同浮游汉术一般 无法撼动这一座通天彻地的崖壁 临近看去 更可见那千丈崖壁上 赫然有三个宏伟壮观的巨字 从上往下书写 笔风勾勒 上底穷天 下之汉海 正是 听朝崖 嗡 长虹匹炼灌热而来 一缕金红沿着视线尽头的云海 逐渐消散 而在那金红的尽头 在那高耸入云的通天崖壁前方 一道身影不知何时浮现 正副手而立 纵观全崖 人影身披一剑丝织长袍 黑色如木 举手投足间 竟有一种上篮日月 下陵汉海 坐拥乾坤的辉红大气 正是从外海深处归来的陈墓 听朝崖是他的第一站 他要来取放在听朝崖的定海珠 以炼制一剑 契合自己的乾坤灵兵 顺便应听朝崖太上长老苍明之妖 来一观这听朝崖的外海奇景 一观听朝崖的数千年传承之武道 有客远来 不易说乎 也就是在陈墓抵达听朝崖之前 纵观全崖之际 一个苍老而怅然的声音响起 就见听朝崖太上长老苍明 身披一剑灰色的长袍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听朝崖的崖顶 附近蔓延的茫茫云海 也是无声无息地散去一片 显露出一方雅致的亭台 他遥遥望向陈墓 冲着陈墓作一而笑 恭喜陈峰主神功大成 自此之后 世间含有敌手 天下尽可去得也 无有境 道无涯 些许成就 不过茫茫天路一节点罢了 陈墓坦然回应 苍明听罢陈墓的回应 感知着陈墓身上 那股融会贯通的乾坤之机 天地交汇 一时间感叹道 武道向来打者未先 这一句无有境 道无涯 恐怕陈峰主于武道的体悟 已是远在老小之上了 武道 有武亦有道 他知晓陈墓之前击溃玄机阁主等七大幻血之时 实力就已不逊于他多少 而今迈入幻血境 必然更在他之上 只是武力胜过于他 对于武道的领悟 却未必能比他更高 他毕竟横行外海将近两百年 在天人之境也已参悟百年 可听到陈墓这短短的一句话 他便知晓 陈墓纵然出入幻血 尚未登陵天人之境 但对于这方天地的领悟 恐怕也未必逊色于他多少 论及年龄 陈墓尚且还不到四十岁 当真是一世之传奇 恐怕未来再有数千年 都未必有人能重现陈墓所行之道 当年机号扫屏乱世 创立大宣 便已是一尊绝代人物 甚至都威胁到了传承数千年的听朝衙 还是外海三大宗门联合 加上环境所限 才令大宣和外海最终得以和平共存 而今 陈墓一路崛起之传奇 更在千年前的机号之上 此三字 乃我听朝衙力派之祖师所名客 外海武道之发展 不及大宣九十九州之地 三千七百年前方才诞生出第一位天人 便是我听朝衙的创派之祖 苍明此时立于听朝衙之顶 冲着陈墓介绍听朝衙上 那三个气势恢宏的大字由来 也是传承数千年的听朝衙的命名之来历 陈墓目视那三个大字 尽管时隔数千年之久 但从文字勾勒中 依然能略微感受到那种纵横四溢 君临外海的荡然气魄 最终微微点头道 开辟外海武道之仙路 不失位一代之传奇 单论实例 这位听朝衙的开派之祖师 恐怕未必及得上如今的天人高手 甚至未必胜得过眼前的苍明 更不用说与他相提并论 但是在那个外海武道不够兴盛的年代 能与茫茫外海崛起 成为第一个悟透意境第三步 练成天人合一 踏足天人层次的高手 的确称得上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 请 苍明听闻陈墓的话语 笑了笑后 一挥衣袖向陈墓相邀 陈墓也是泰然自若 就这么踏步向前 一步跨越了茫茫云雾 来到了听朝衙的崖顶 来到了那一方僻静而雅致的亭台之间 苍明相邀 陈墓登涯 看起来一切似是相安无事 但几乎就是在陈墓踏上听朝衙的那一刻 在听朝衙的内部 无数遥望向衙顶的目光 几乎都是齐刷刷的未知一宁 眼神中几乎都是透露出了一片紧张肃穆 这一道道目光 来自于听朝衙的一位位宗师 甚至有人遥望衙顶 额头更是一出一丝冷汗 连听朝衙的当代宗主 一位换血镜的高手 此刻都是神色凝重以及 陈墓 那是迈入换血之境 虽尚未出手 但几乎已公认将是举世无敌 横压一世的存在 对方一步跨过云海 登上听朝衙的崖顶 实际上也是彻底进入了听朝衙的内部 听朝衙传承数千年 自然也有镇宗大镇的存在 镇法之强横 绝不逊于大宣那些顶尖大宗 胆敢这样直接进入镇法内部 若是调集汉海大镇之力 纵视天人 也要被镇压 陈墓能不知道 踏入听朝衙这种顶尖大宗的内部地盘的凶险吗 但他来了 彭芙根本不曾在意 虽说听朝衙敌 却没有和陈墓未敌之意 但陈墓这般泰然自若地 踏入宗门之内 登上听朝衙的崖顶 本身就给了听朝衙的众多宗师高手 乃至换血 存在一片极大的压力 面对如今的陈墓 纵然是想要与之交好 也难免心中无法安定 都收敛些 听朝衙宗主 身披一件白镜长袍 此时深吸口气后 将目光投向诸多宗师长老 沉申开口 一时间众多宗师纷纷收敛视线 各自平缓气息 听朝衙宗主又看向深叛一人 沉申道 那两物已备好了 已从府库中取出 送送上去 是 有人低头鹰声 迅速去了 与此同时 沉暮归来 登陵听朝衙的消息 也是在外海迅速地传递扩散开来 并引发一片震动